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1人以组法定人数 占正前等20人 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及所属人员 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何启功及所属人员 行政院主席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简信慧 主席吕钊及委员玉琳 报告事项 一宣布上次会议一失录 决定确定 二邀请外交部部长 卫生福利部部长 就五国参与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进行中题报告并被执询 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及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何启功报告 委员罗志正等19人执询 均由外交部及卫生福利部等相关官员等及其答复 决定 一根据执询在场委员均以方言完毕报告及寻答结束 二委员口头执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 请相关机关于二周内 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制本会 委员令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 三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国防部海军多目舰队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 群聚感染事件调阅专案小组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 该调阅专案小组运作要点及文件查阅要点并施行 请查照案 决定主理备查 四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外交部主管预算冻结案提出书面报告后 使得动支等三案 决定以上三案报告完均同意动支并提报院会 讨论事项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外交部主管第一幕一般行政向下资讯处理预算冻结700万元案 决议本案处理完均同意动支并提报院会 以上宣读 好 那我们现在介绍与会的 呃 请议事项宣读报告及讨论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 邀请国防部副部长报告 国防自主资源事伤成效报告 并被咨询 主理院会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防部主管预算冻结案 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等五案 一 本部第一幕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 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二 陆军司令部第五幕中 高效能反装甲飞弹预算冻结2亿元案 三 陆军司令部第五幕中 中程反装甲飞弹预算冻结8000万元案 四 海军司令部第五幕向下 国军UHF地舰对空通信机换装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五 参谋本部第一幕向下 人事行政中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讨论事项 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防部主管预算冻结案等28案 一 军备局齐准专案预算冻结6000万元案 二 军备局原通专案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三 本部第一幕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业务费预算冻结300万元案 四 本部第二幕向下 战略规划及国防评估之教育训练费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五 陆军司令部第四幕向下 军事单位装备领附近购置及保修 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3000万元案 六 陆军司令部第五幕向下 国军夜市装备第二阶段续购预算冻结3000万元案 七 陆军司令部第五幕向下 雷射标定仪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八 陆军司令部第五幕向下 国军UHF地舰队空通信机换装案 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九 海军司令部第五幕向下 实证作业之房屋建筑养护费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十 海军司令部第三幕向下 动员整备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十一 海军司令部第四幕向下 后勤综合勤务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十二 海军司令部第五幕向下 一般通电装备 国军UHF通信机换装案 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十三 海军司令部第五幕向下 机动飞弹车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十四 海军司令部第五幕向下 国军夜市装备第二阶段续购案 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十五 海军司令部第八幕第二节向下 一般设施整建工程 军事馆囚建案 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十六 海军司令部第八幕第二节向下 训练设施工程 多功能特种作战训练场 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十七 空军司令部第三幕向下 训练综合作业 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 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十八 空军司令部第四幕向下 运输作业 闸巷设备费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十九 空军司令部第五幕向下 我军UHF地舰队空通信机换装 预算冻结300万元案 二十 县兵指挥部第四幕向下 设施修缮维护与管理 预算冻结400万元案 二十一 军备局第十一幕向下 军品研发预算冻结500万元案 二十二 军医局第五幕向下 军事医疗作业中 业务费预算冻结400万元案 二十三 军医局第四幕向下 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 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二十四 军医局第五幕向下 训练模仪器 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8000万元案 二十五 电信发展室第四幕向下 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 资讯软液体设备费预算冻结100万元案 二十六 参谋本部第三幕向下 作战综合作业预算冻结1000万元案 二十七 国防大学第三幕向下 教育巡政制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案 二十八 政治作战局第五幕向下 征战装备预算冻结1000万元案 以上宣读 好 那在场的委员 我现在介绍各位立委及官员 罗智政罗委员 何智伟何委员 那我们在场的官员有光部副部长张哲平张副部长 我问一下部长今天是什么事情啊 不能讲啊 部长会来去哪里 因为部长跟我请假所以才副部长代表嘛 对不对 我想着好奇部长呢 他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没有人知道 我们常务市长陈小平陈中将 空军副总长李庭胜中将 总督察长市总督察长黄国明中将 战规师师长吴宝坤先生 法律事务师师长沈四伟哨将 政治作战局局长简 简四伟中将 军备局局长房浩蒙中将 军医局局长陈建桐中将 资源贵大师师长白杰龙先生 主机局局长陈国胜中将 国防采购室主任黄熙鲁中将 作战及计划参谋市长市次长叶国辉中将 后勤参谋市长市次长蒋正果少将 通信电子资讯参谋市长市次长曹敬平中将 陆军司令部参谋长陈中文中将 海军司令部参谋长熬以智中将 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郑龙峰中将 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忠诚先生 行政院主机总处公务预算处 专门委员刘家伟先生 好 那我们刚才的意识议宣读完意识录 请问在场委员对于意识录 有没有什么任何意见 如果没有话那我宣布意识录确认 那再来就是请问各位委员 有关报告事项第三项处理院会交付 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防部主管预算冻结案提出 书面报告时的动智等5案 现在书面报告都有送交本会是否同意解冻 好同意我们就同意解冻提报院会 那本任的会议是邀请我们国防部来报告 国防自主资源四商 陈下报告应被执行 请副部长上台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首先感谢各位委员先进 长期以来对国防市政的支持跟督策 使本部各项工作均能顺利的推动 在此至上金语卸成 今日应贵员会邀请实施专案报告 自感荣幸 现警救国防自主资源四商成效 载毁由白市长提出报告 本部依国防法第22条 落实国防自主的规范 自立先进武器装备研发 提升国防科技水准 比国机国造国建国造为重点项目 有效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 发展国防产业 以积极带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成长 另一建军备战需求 及国防预算科目 区分武器装备获得 武器装备维持 及一般性军需品等三大类 纳入国内资源四商放酬 并配合国防预算逐年成长 同步提高国内四商的金额 与建构国防推动经济 经济支持国防 则良性循环 本次会议并同办理预算简动 既有陆军后勤及通知厌务等三十三案 合计新台币六亿六千八百万元 书面报告 均已报送大院 各案检讨与精进作为 均已经在报告资料内详实说明 跟及购业委员鼎力支持预算解冻 接续由资源白师长向各位委员 针对国防自主资源四商成效 提出具体的报告及说明 尽其指教与支持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以下请就国防自主资源四商成效 提出专案报告 一前言 国防自主需要坚实的科技能力 必须具备武器装备 研发制造 整合测试 及后勤自主能量 本部前瞻五或长期需求 以基建国造及资安等重点项目为指标 积极推动国防自主及资源四商 后执国防产业能量 以有效满足防卫作战需求 二政策指导 一推动军民技术整合 激发民间制造能量 总统在520就职演说中强调 某国要发展军民整合的 国防及战略产业 处理在进行中的国建国造 国基国造外 未来更将强力推动军民技术整合 以激发民间制造能量 二评估产业能量优先国内获得 本部一国防法第22条 秉持国内有能力产制 不向国外采购 技术能量不足部分 自立研发突破之原则 并借由民间产能评估机制 优先国内自言自治自修及四商 以落实国防自主 三 前瞻长期需求目标导向研发 本部依据 敌情威胁及防卫固守 从城嚇阻军事战略构想 前瞻科技趋势及作战需求 由上而下完成进中远程规划 一其成以目标导向执行研发 使其成果能满足 现在和未来作战需求 四 系统渐进发展 同步平行研制 武器装备研发同时考虑风险 其成及成本等因素 如初期技术能量不足 以引进技术或合作生产等途径 缩短研发获得其成 令外购关键模组 同步执行平行研制 以建立自制能量 五 国防带动产业 产业支持国防 检讨国防科技研发成果 即转民间 引领相关产业升级 厚值产业科技能量 并经由后续武器装备 研发产制及试商 使产业回馈支持国防科技发展 建构国防带动产业 产业支持国防之优化环境 三 国防自主执行成效 一 国防自主预算成长情形 国防一 国内科研预算 科研预算主要执行 武器装备关键技术 及全系统发展 包含 展示确认及工程发展 本部一 国防科技指导师 近中远程目标 执行武器装备研发 预算由105年 62.9亿元 提升至108年 122.7亿元 大幅成长95% 国防二 武器装备自制预算 武器装备产制预算 用于执行武器装备生产 制造 韩国内采购设备 本部一 五年兵力整建计划 其成 执行武器装备自制预算由 105年307亿元 提升至108年569.3亿元 大幅成长 85% 国防三 整体科研自制预算 因应推动基建国造等重大专案 国内自研自制预算 统计由105年370亿元 提升为108年692亿元 成长87% 外购预算由105年582亿元 下降至108年179亿元 减少69% 显示自研自制预算 大幅成长 并108年国内研发及产制 至692亿元预算 占军事投资整体预算 898亿元之77% 亦显示推动国防自主之决心 2 重要武器研制执行情形 1 国机国造 国机国造长期规划 以新式高教机为起始 同步平行开发中大型发动机 及关键组件 以拧拒军机自制能量 逐步研发提升型高教机 及下一代战机 引领航空产业走向系统化 和高职化 扩大航空产业规模 新式高教机制制66架 预算686亿元 启程至106年至115年 首架原型机已于108年9月出厂 目前正执行地面测试 规划109年6月首飞 115年完成全速教机 并建立整体后勤资源能量 同步平行研发战机 中大型发动机 气动力外形设计 飞控逆中技术 及空用雷达等关键技术 奠定下一代战机发展之技术水准 瓜五二 国舰国造 国舰国造以长期规划 分批造舰策略 提出长期稳定造舰需求 由中科院整合战斗系统 国内船厂预先规划 载台产能 带动船厂建立供应链 与产业聚落 以促进造船产业 持续发展 108年推动潜舰国造及高效能舰艇 新一代飞弹巡防舰 两栖船屋运输舰 快速步雷艇 新型救难舰 微型飞弹突击艇等 合计七项造舰计划 投入预算 110亿元 瓜五三 资讯安全发展 藉由扩大研发投资 中院释出技术 提供网路安全 试炼场域 促进资安技术升级 扩大资安产业规模 进程建置基础设施 中程精进智能工坊 远程发展 人工智慧应用 及国际标准 支通设备 检测技术 105至112年编列 40.6亿元 研发网路安全技术 建构实测场域 平保及服务 等级认证机制 带动资安产业升级 其中 中科院检讨 非机名项目 尾商研制 预算28.5亿元 提供民间参与 淬炼资安技术 带动资安技术发展 瓜五四 八轮甲车 及衍生车型研制 CM34 三菱机炮 装部战斗车已于108年量产 预于112年完成305辆 预算316.6亿元 106年启动 研发轮型破炮车两辆 预算1.09亿元 108年12月31日完成作战 测评 108年执行 腰动五公里 轮型战炮甲车研发 建立炮塔 底盘及全车设计能量 奠定后续衍生车型发展之基础 瓜虎五无人机发展 108年执行多类型无人机量产及科研 其建立无人机坚增与群工能力 引引无人机攻击 本部已完成无人机防御 募获干扰及捕捉系统 以为重要设施或场域安全 3.预期产业效益 瓜虎一 国际国造 1.经济部107年8月发布 国防产业发展方案 国际国造未来30年将采购4800亿元 可创造民间投入达2400亿元 衍生军民航空产业关联效益 可达1.2兆元 瓜虎二 国建国造 同上述国防产业发展方案 国建国造未来20年规划 投入预算1800亿元 加介海巡署426亿元 预估未来20年创造民间 投入约1100亿元 衍生船舶产业关联效益 可达5700亿元 瓜虎三 资讯安全 106至109年 国军资安需求投资32亿元 扩大研发与建制基础设施 由中科院释出技术 并提供网路安全试炼场域 预估促成民间投资额201亿元 衍生资安产业关联效益358亿元 瓜虎四 军民通用科技 为同时研发军用关键技术 并同步将研发成果计转民间产业 104年起申请行政院科发基金 执行高功率模组产业及应用生根计划等 4案 军民通用科技发展计划 105至108年 专利申请计65件 以获得22件 初期计转及研发成果收入 6135万元 促成产业投资8.7亿元 四 国内资源市商成效 一 近年市商成果 瓜虎一 配合国防预算规模采逐年成长方式 订定年度市商计划 并依建军备战需求 及国防预算科目 区分武器装备获得 武器装备维持 及一般性军需品等三大类 纳入国内市商范畴 瓜虎二 近四年 执行成效分别为 1047亿元 1016亿元 1184亿元 及1303亿元 均达1000亿元以上 108年市商金额 武器装备获得包括装部战斗车 等计590亿元 武器装备维持 三军通用及装备 尾商维修等计249亿元 一般性军需品 工程修缮等计464亿元 二 109年 预估市商目标 瓜虎一 109年国防预算较108年增加 今预估109年支援市商金额可达1310亿元以上 其中武器装备获得545亿余元 武器装备维持268亿余元 及一般性军需品497亿余元 瓜虎二 武器装备获得由国内技术成熟厂商 研制新式武器装备如下表 请参阅 瓜虎三 武器装备维持 透过国内中长期合约签订 将军事保修工作 委托民间执行 鼓励投资国防建设 如下表 请参阅 瓜虎四 一般性军需品 包括工程修缮 营区维护 公物运输 主副职及服装等 牢与财物采购 全数由民间获得 如下表 请参阅 五 结语 政府将国防产业列为 5加2产业创新计划之一 同时将发展成为 军民整合的战略产业 为使国防投资留在国内 达成武器装备 获得以国内研发 产制及后勤资源 优先之目标 未来本部将秉持 国防自主政策 持续营造 国防产业良性发展环境 掌握先进关键技术 提高国内自治能量 降低对外购依赖 以展现国防自主之决心 报告完毕 公请指导 好 那我们现在巡答开始 那因为等一下 12点我们还有另外的 调略小组要开会 所以我们时间稍微缩短一点 本会委员6加2分钟 非本会委员4分钟 10点30分 发言登记截止 如果有临时提案的话 也请在10点30分前提出 11点处理 好 那现在开始 第一位是我们林昌佐的林委员 主席我们请副部长 来请副部长就背训台 委员好 副部长早安 我想这个国防自主 那尤其包括资源的市商 其实是我们现在国防部很重要的政策 那如同刚副部长讲的 其实蔡总统在就职演说的时候 特别强调这个发展军民整合的国防 还有战略产业 那但是我想就整体的这个 我们现实的状态来讲 还有策略来讲的话 这个一向都是一个两难 就是说我们国内制造的发展 还是说外购 这一向都是一个困难的两难 那当然我想副部长也很了解 就是说我们国内自治 它的优点当然就是说 不会发生到这个 这个技术上受制于人 或者说临时被烘台价格 或者说被断料等等的问题 但是我们从发展到技术成熟 这又有一段时间 那所以其实它有一些优缺点 那也有一些拿捏的一些困难 那所以不知道说副部长 你针对国内自治跟外购之间 针对我刚才讲的这一种 评估上面可能要做的一些 这个想象 有没有一个评估的标准 或是说你的主体的这个策略上面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请我们军备局局长 大家好 我是军备局局长 我们整个选择外商跟国内产制 我们选择的条件是 按照国防法第22条 只要秉持的国内有能力产制的 我们必须在国内采购 如果国内技术能力不足的 就自力研发突破 那我们现在的规定是 只要军事投资案 5000万以上的购案 必须要经过经济部的产业能量评估 只要国内有产制能力的 就向国内来采购 以落实国防自主 特别向委员报告 我想这个我其实就是要拿22条出来强调啦 其实这正是我要来说这一 呃为什么要点这一条的原因 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外购 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思考的可能性啦 那但是既然现在国防产业 那包括对自己国内的产业提升也很帮助 改变整个这个策略的想象就很重要 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 就应该回到22条来想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说我们后面评估说 这些我们市场之后 有怎样的资源的收入啦 这些数字面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成果 但是每一次遇到这一个 该评估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锁紧22条 就是我们应该要的原则 第一个我们自己能不能做 我们不能做 我们需要花多少时间 可以发展出可以做的 那这有没有办法因应到我们的需求 我觉得并不是不能做 我们马上就跟外国人买嘛 不能做 但是我们有机会发展这个技术 我们就必须还是以这个为优先 所以我想这一条 其实是整个我们今天这个市商的一个重点 因为之所以要市商 就是这个商不是只是现在的这个商机 还有未来的商机嘛 所以这一点其实 我想在这边特别点 就是说我们从数字上面来看 其实我会我对这一个产业的发展 抱以很高的期待 那未来可见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 如同我刚才讲的 你会有两难的时候 那两难的时候回归到 我们无论如何先想出自己做的可能性 那再来去外购 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说 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相信 现在应该跟经济部有盘点一些 我们比较 能够自己来发展起来的 这个产业能量的工作 的这个产业 例如说资讯基电 精密金属 先进材料 机能纺织等等这些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国防部说 现在在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 有没有针对 包括我刚才讲的 或是不包括 还更多的 我们本身实力就比较好的 的这个计划上面的盘点 那例如我来讲的话 我当然是很期待说我们的资讯产业 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跟协助 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 自制武器的系统整合 整合的这个软体的部分 资讯的部分 也是我们自己能够研发 来去做这个平台跟整合的话 我相信这是对我们的产业 有很好的发展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资讯产业很强 但它现在有没有符合我们 接着可能会需要的不知道 那在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是要跟经济部来合作 发展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 那目前盘点的这个状态 大概是怎么样 这一点我特别向委员来报告 其实这一点应该从我们目前 国防产业发展的重点为来开始 那目前我们国防产业发展的重点 是基建国造 那资安 飞弹 无人机 跟水下武器等等 这些主要的重要的国防产业的发展 那我们经过盘点 我们产业的能量 包含航太 造船 通信 精密加工 还有复合材料 跟光电 甚至机械 等 这些都是我们国内非常优良的产业 那我们可以结合这些优良产业 军民合作来创造我们国防产业的发展 对 那所以我想确定就是说那这一些有一些是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 但它有一些是可能会符合我们未来的需求 那这一块的盘点跟它的发展我相信应该跟金融 这个盘点是持续在做的 对好 那另外就是我上次其实有问到的 我也希望说可以国防部让我知道一下现在检讨的一个进度 就是这个猎管军品厂商安全查核办法 我们目前如何认定中资的企业是用大陆来台投资许可办法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如果投资台湾 它的母公司股权有没有超过30% 作为我们认定的标准 那我认为这个过去在设定大陆来台投资办法的时候 它是针对经济行为而不是国防产业 它针对一般的经济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是要有更高的这个标准 那三次我问了以后其实到现在已经大概两个月啦 那国防部有说应该是要比较严谨的来去这个审查 我不知道说现在的这个判断跟进度如何 跟委员报告 我们针对在去年我们颁布了一个国防产业发展条例以后 它其中有一个执法 就是说对于我们未来的国防产业相关的厂商 如何的凭借如何的考核 那这个执法我们在今年会完成 全案会在110年是完整的推动 所以就是不会完全按照这个大陆地区来台投资办法来做 意思就是这样 好那这样我就放心啦 那也期待看到执法的这个完成啦 谢谢 好谢谢委员 好谢谢林桑佐林委员 来副部长请回各位观点请回 接下来请罗志愿罗委员 谢谢主席麻烦紧张副部长 好请副部长就背讯台 还没进入主题之前先问几个问题 看到这一则新闻所谓自动电源指挥部的同仁 从骇客英雄变成一个所谓共谍 或者说可能窃取所谓国防机密等等 一则一则一则优了 优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他们能力增强 可以害进国防部把你们资料给偷走 我想了解一下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做行政调查 你现在不要讲说这个已经进出检调调查 我们不管了 先问一下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委员好 我是通刺室次长 次长请说 是 大委员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呢 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调查局来约巡 这时候我们知道 所以你们才知道 是 所以去年年底调查局来约巡之后 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 是 发生什么事情 有投闻被调查局约谈了 是 那有没有告诉你们东西被偷了 没有 调查局表达的就是 疑似有同仁在非演习期间 非法取得不应取得的资料 好 那你们有没有后台回过头去找 有没有资料掉了 我们有清查过 我们自己内部的网络 没有机密资料的外泄 那也特别跟委员报告 他不是说 他来害尽我们的网络 他是因为我们自己内部的演练 本来就是内部的健康检查 这是 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说外面害进来 什么叫内部的健康检查 是他让他有机会可以试试看他的能力 可以进来 没错吧 也不尽然是 那是什么 我们自动电军呢 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不同层级 不同规模的演练 那每次演练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 请他们来针对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专用的网络 来做 好 那我想问个问题 是 自动电军的工作之一 是不是有一个部分是要负责 想办法 来试试看我们国防部相关的这种自动电的防卫能力 没错吧 这是我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国防网络 平时有没有在做 还是只有演习计划才有 经常都有各种的演练都有 好 那我只问一下 这一次这几个同仁 做这些动作本身 有没有自动电部长官的授权 或者只是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包委员 我更精准的来说 就是每一次演练都有很完整的演练计划 在演练计划内容范围里面的 都是国防部长官核准的行为 所以那这些人有没有 有没有核准 一部分是有 那调查局这次这个案件 疑似有非演习期间 这个部分呢 我们没办法 那我问个问题好了 调查局调查局他做他们的 检察官去做他们的 我们从去年年底 11月左右 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到现在有没有做行政调查 我们必要的网络安全检查 行政调查有没有 一部分有调查 有没有一个小组 或一个什么 一个成立一个什么专案小组 去调查方什么事情 有没有 还说不管了 就交给 交给那个检调当然去查了 包围因为在他在网络的工作这个部分呢 大部分都会落在调查局的司法调查办法 这个很奇怪啊 我举个例子 你总要调查有没有真的有东西被拿走吧 有的 通刺市还是谁 通刺市的资安处 还是政风 通刺市的资安处跟资通电军都有做 好那这样吧 你们私下把你们相关行政调查的部分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 因为我坦白讲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 照理讲你们调查报告都应该出来了 行政调查报告 而且不论那个检调的刑事调查是什么 但你们行政调查应该有资料出来了 做个结论了 然后找找看到底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是管理不当 还是说你们相关的这个 这个这个 好另外一个问问问题啊 这一次昨天资通电指挥部发了一个新闻稿 问一下为什么不是国防部发新闻稿 是 其实是资通电军在国防部的指导之下 对啊 为什么不是用国防部的身份 部本部的身份发新闻稿 过去你们只要发生什么这泄密案啊 什么案啊 都是由国防部部本部出面了 还这就是切割 就是交给资通电指挥部 倒不是切割 因为其实这件事啊 初步所关系到的一些人事物 是跟资通电军指挥部比较有关 以前发生 比方进防部或哪个单位发生 比方说连小兵 那个什么USB 然后不小心把资料带出去什么 都是国防部出面的 不是资通电指挥部 或者类这样的摊位是出面的 所以我就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把资论人就 都推给资通电指挥部啊 这里来说明一下好不好 好 那个副长我请回想 请大家请回啊 副长先定一下 什么叫市商 市商我们就是为了扶植国内的产业发展 我们依据国防法第二十二条 以及我们国防法在业的 只要国防部不自己做 只要在国内做就叫市商是吗 对 是吗 是的 只要我们非机敏核心 国内有这个能力的 我们都做 这叫市商 是的 可以给中科院算不算市商 我们叫伪制 我们叫市商 是不是在你的市商里面 是 给军备局算不算 也是 也是嘛 所以坦白讲啊 你们这市商刚才跟我理解不太一样 我认为的市商是给台湾的民间部门 你大概可以讲 中科院也是民间部门 军备局 这个也有民间的人参与啊 等等的 在委外出去等等 可是我真正关心是到底有民间的部分 到底拿了多少国家的资源 中科院你认为是商业行为吗 可以给中科院算账商业行为 我简单跟委员报告 不管是我们给中科院 这个他在列记 国内资源市商的统计数据的时候 是他相关的备料 筹料 都也在国内的这才列算 乱算进去 国内讲的是什么 对 是国内厂商嘛 对 那中科院我们给他的案件 他也会再对国内市商 那个才有列记 所以我现在问问题 你现在给我这些数字 是 就每年市商多少 是包括 是只要 只要委给中科院之后就算的 还是中科院再委出去给民间才算 在中科院 他委在国内的 筹料等等那个才算 对我知道 所以测测这些数据绝对都是国内的 我到时候 详细数据再对一下 是有有有 你不要把所有只要给中科院的军备级的通通算 不是这样子 因为民众不要让大家觉得看得到吃不到 好像市商很多钱 可是市商都留在中科院 留在军备级没有再出去 这一块你们再检讨一下好不好 然后问一下 衍生公司算不算市商 这也算 也算市商 是吧 因为很多跟民间合作嘛 是 现在有几家 中科院的衍生公司 spin up出去的有多少 我中科院院长 好 院长 张建议 是 我们现在目前有四家衍生公司 我问一下 你们自己认为这衍生公司你们成效如何 绩效怎么样 目前当然有三家总营游还在亏损状态 对吧 是有盈余的 好 是 我现在要查来就是 回过头到底中科院的政策是什么 是 是鼓励spin up出去 还是说 这不是你们的本业 最好不要 我举个例子好 请说 是 报名 这个 各位朋友报告 我们待见促进产业发展是中科院的任务之一 有两项任务 第一个是满足建筋备战 第二个就是促进产业升级 对 当然自从我上任之来是强调 第一个满足建筋备战是我的priority 那出去产业发展也是我来做 但产业发展有 大概有几种 产业发展的方式很多啊 对 不见用spin up出去的方式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技术转营 第二个技术合作 这个是属于我们 还有野生公司 成绩投资野生公司 这个三种 有三种形式 就必须要跟商业界来谈 有些它只是短期内的 叫spin off 我们它付了这个全疫情给我们 他们做短期 好那我问问一下 就是你们 这四家怎么选出来 这当然还要回过去检讨了 是 围贯机密是做什么 围贯是做我们环保火销 环保金炉吗 对 用你们什么技术 用我们的就是 我们有发展一个 一个旋风式的那个 那个整个吸收 整个 跟飞蛋相关的 我们这个开发的技术来 spin off到民间 对啦 那在做环保金炉吗 对 就中科院有在做金炉 有在 呃 当然自己本身先试制之后再把这个 我知道啦 中科院有在做金炉嘛 是 环保金炉嘛 是 太金炉嘛 是 你会觉得怪怪的 呃 当然啦 这是我们军品通风科技的一环啦 我就先跟会员报告 除了建筋备战主要的武器之外 这些因为中科院转型行政法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有瑞幸航太 制品科技都是我们的spin off出去的公司 对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中科院里面有系维系统 系制中心的呢 是 中间会不会有业务的冲突的问题 呃 其实不会 我们 这些人嘛 第一个我们负责的人是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那我们 这个 其实我们就是spin off到民间嘛 我们就是focus在产业啦 刚才我曾经跟委员报告一样 方式很多 我们必须再跟公司来做谈 当然这是属于我中科院一个投资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简单讲了 你们当时在做决策的时候 因为这涉及到未来你们的态度 对 当时决策有所谓营营计划 投资效益评估 然后最后经过董事会通过 对 那之后还有所谓的绩效评鉴嘛 对 那你至少告诉我 这四家你们做完之后觉得怎么样 当时决策是对的 还是有问题的 然后因为这样所以你们未来要怎么样 公文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这家四家公司 有三家看起来亏损 但是其中的两家 目前今年109人第一季 转亏为盈 做机车的PS那个嘛 对 转亏为盈了 那当然就自评公司这家公司 因为他做的事业属于商用的雷达 这个市场还没有开阔 但是他从107年到现在不到两年时间 所以我们在实际上 那院长 那个向我说明一下 我要知道这四家公司你们内部 这几年做的绩效评鉴 还有你们检讨的相关的一个情况 还有未来中科院对SPIN UP出去的公司 到底我们态度是什么 你们最近董事会说基本上 回到本务嘛 对 就不要再去做SPIN UP的东西了 不再设了 就不再设了 这是一个政策的宣誓是吧 以后不再设了 不再设了 那表示这四家有问题了 这不够好了 否则你们不会做这个决定 各位报告还是门队到维佑均 好 谢谢维佑均罗委员 来我们副部长跟中央院长请回 接下来请陈博威陈委员 请国安部副部长 我们今天大概针对三个部分来提问 第一个是高教肌六月份的进度 第二个是市商的这个人力需求 跟考核项目 第三个部分是余连买进来之后的 国防均购规划 那首先呢 永因高教肌六月飞不飞 因为我们自己也到汉翔那边去参观过 那这个是我们的高教肌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再加上这阵子国防部新闻也比较多啦 特别想要关心这件事情 我们六月会不会如其飞 我们的首飞场地准备了嘛 那首飞的科目有哪些 想要请教一下 主任好 我是空军参谋长 是 首飞的准备啊 是我们都积极在进行 那目前一切都是按照计划在做 如其 那在六月份一定会完成首飞 那现在动态的测试 静态的测试基本上都已经完成 那后续啊会按照看天气的状况来来规划 事实上的时间我们也会安排向国人做说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尤其下礼拜就六月份啦 那当然六月一号到三十号都是六月份啦 只是说因为我们也都很关心 那所以有一些人在请教说 我们的高标基进度到底如何 那再请国防部继续密切注意 那另外国防资源 因为事商的关系 包含这个产业发展条例已经超过了六十天的预告期 那想请教一下现在完成的进度跟期程 关于配套法规制度 我们管理配套法规有八个执法 那我们根据母法的规范要在两年内次完成 所以我刚刚在报告说 我们执法会在今年年底完成 然后在一百一十年这次全部推动 OK那在这个完成期程的过程 如果在立法相关的部分 有什么我希望可以广纳各界的意见 然后尽量完善 当然知道法没有百分之百啦 但是希望说这个 这部分因为 接下来要提到的部分 下一页 我们的事商金额年年都在增加 那事实上是包含军备也好 科技也好 它都不太可能是一个东西可以用很久很久 但既然要制定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应该用现况下去规划未来的东西 那我特别提到事商的金额 我们逐年增加 那就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管理的责任又越重 然后配合的厂家 理论上也会增加 即便不是厂家增加 也是科目变多或金额变大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想先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安调的人力 应该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部分 包含保房的工作 包含这个管理的部分 甚至也会有可能去这个厂家里面去 厂勘啊或者是调查之类的 我们的保房人力 目前编制是否足够 我们感谢委员的关心 国防自主的政策 我们依照产发条例的第五条 的授权 我们也定定了安全查的办法 那刚委员关心的 我们就是针对厂商的人员安全 设施安全 还有资讯系统的安全 都会定期来做安全的调查 还有保密的检查 那这个几个管控的安全作为啊 我们都会持续来办理 那这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确保 国防科研的一个安全 我们安调的人力是新的编制吗 或是原有编制资源的 目前配合这个产发的查了办法 我们会成立专责单位来做这个事情 对 我说这个专责单位是 比如说新应批或是原有从哪些单位 或哪一个单位调动的 现在的情况 这个因为安全调查 它是一个专业的作业啦 那我们会采取两种 来一个整并的做法 一个就是把现有安全调查的人力 做一个延续跟调整 另外一个会有国防部 同意来针对需求的人力的部分 来把它认进来 大家进来一起来作业 其实你没有回答到哪一个单位啦 不过我想问的是 我们注重的到底是产发的专业 还是保房安调的专业 保房安调的专业 保房安调的专业 那人力够不够 现有人力够不够 我们逐年增加嘛 但我们这个人事编制 并没有逐年增加 所以人力够不够 现在有问题 目前没有问题 目前没有问题 对 但是在未来厂商增加了以后 这个的作业人力一定会来调整增加 好 那像这个资通安全 设施安全的项目 需要国防部其他的单位来协助 那这个我们如何 我们现在已经要有一个新的单位 来做这件事情 你的意思是这样嘛 专责单位嘛 专责单位 那同时他又有国防部的这个 这个应该说科目要求 去达成 那我们现在是怎么去做这个协调的活动 各单位如何协调合作 有关于资讯通讯安全的部分 我们会协调 参谋本部的 通知社长师 来一起合作做这个督查的作业 据我所知哦可能也会这个包含G6组的人力也会进来帮忙啦 那不管我们未来会从哪边调度人力进来 我好讲的事情 最主要说他的人会越来越多 然后而且事实上一千多亿的这个数字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编列到底是多少人 有这个数字吗 我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针对这个所谓的调查 我们是先是以保防的安全调查人力为例 但是未来因为 依据各个厂商 伪商的那个特性不一样 我们会适时的 就跟你刚才讲的 我们会增加通知电 或者后勤 或去被发展 这个人变成一个所谓的任务边 简单一点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啊 目前在国务部执席安调的人力是16个人 16个管一千多亿够不够就这样子 目前是16 但是未来会规划专责单位 那我们这些人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工作内容就针对 中国现在目前就针对参与国家机密专案的 有没有包含制定合约 包含你再说 制定合约是不是工作 合约是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项目 就是它的合约要保密的调查 那县地查核是不是工作 也是工作 也是工作 16个人看这一千多亿够不够用 不是在这个目前是做16个人是做机密专案的 对 还不含在这个 不完全 我知道这一千多亿不是全部都是机民啦 但是16个 目前大家是觉得够 目前一定是不够 不够 目前不够一定会 我刚刚问你说够 我说目前在做机密专案是没问题 机密专案没问题 在这个厂商 有国防自主厂商进入来之后啊 会真的增加人数 好 我要讲的是这个机密专案是几乎是可以说是一切之重 重中之重 所以如果有不够或缺业的话 一定要先规划好再去做 我不希望人力编制不足是未来 这个国安这个有漏洞的一个借口之一 所以这件事情绝对是重中之重 包含这个人员的专业还有人员编制数量 这个都是还有实际要查核考核的项目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持续关心好吗 是 国防部有在增加 谢谢 好 最后呢 那个我们知道有人 有媒体是这样子写 说我们这个总统就职 是拿鱼雷当合理 那随即呢 我们看到中国写24小时躲台 等等的这些新闻 那我特别要这个关心的事情是说 我们下一波的军购 项目有哪些 就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媒体报导 包含空中加油机 包含神盾驱逐舰 包含可能陆军的帕拉丁的这个相关系列 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下一波跟美国在谈的 有公开的可公开的有哪些 第一个人员的报告 我们马克48这个重型鱼雷 其实是在之前 我们有提出发酵书了 对 我知道 只是实际凑巧或者美国还有其他的用意 但确实是在520当天 他做了智慧国会的程序 那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月 等智慧国会一个月以后 这个所谓的法令才正式生效 那至于后续 这个马克48要怎么来处置 没问题啊 我其实没有在问国防部的立场 美国要选什么时候送市他们家的事情 是不是祝贺这个也跟我没有关系 那我现在要讲的事情 我们下一波有哪些 给大家参考看看 我们才有评估跟那个 呃 喂好我是三位是市长 这个军购的东西哈 呃我们跟美方都有一个默契 就是在美方没有进行智慧国会之前 我们都是低调不公开 呃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那个 私下跟委呈 低调不公开 很多媒体都跑得比我们还要前面了 所以我们都会被问说这是不是真的 媒体讲的不见 给他们讲啦随便他们讲这样 媒体讲的不见是正确的 好 我特别关心其中一样 这个叫做训练计划 那个神盾驱逐舰的相关 那当我看到这个报导的时候 我必须要讲哦 这个第一个船舰它也相对老旧 然后再来的话系统可能要升级 这后面配套说是有蛮多的 我不确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要做啦 只是说我的理解是 就我们现有的技术 甚至国造国化的进度 跟当初写出来的成果 都是比这个神盾驱逐舰还要 坦白讲还要高上一级 那除非我们在这个计划上遇到困难 才会去购买这个相对 坦白讲找一个世代的驱逐舰 所以希望说在这个相关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私底下 我们在跟海军请教书面的报告 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辛苦 好谢谢曾博会程委员 来各位观点请回 接下来请王定宇 王回员 好谢谢麻烦请副部长 来请副部长就背讯台 我也好 副部长 第一个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世商 我必须想把前提先说清楚 因为你们刚才有回答一些问题 世商如果军备局 我们自己的部分的话 那个不能算在业绩里面 这个一定要提醒 以后报告这个要分开来 这已经提醒了 第二个世商是为了开放 不是为了指定 世商是为了让民间的技术能量 进来到供应 这个非法律规定限制性的 比方军服不能随便买卖 内衣裤运动鞋 那可以只有买卖的 是为了让更多厂商 具备这个能耐的进来 所以世商如果变成在指定厂商的话 那就变弊案 我相信广播不会这么做 那也不要因为有压力而这么做 最后一点我要提醒 世商我们的品项很多 那这些世商的品项 它除了在我们的国军福利战销售以外 我们也要开放我们的士官兵 在同样品质以上 用更廉价的方式 可以到民间购买到一样的东西 这几个可能要麻烦国安部注意 这前提 谢谢文明 我现在先问第一样 这个外交部长 这两天有接受美国Fox News 福斯新闻的访问 那吴钊怯大概不是一个随便释放消息的人 他提出说 北京推动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当然就是 其实本来就 一国两制本来就是个谎言 他随时可以把它捏碎 现在是用法律来证明 北京直接可以管香港 但是外交部长提出说 下一步可能会对台动武 特别是动武这两个字 就跟国防部有关了 那第一个问题是 在今年度这几个月 共军在我们台湾西南海域 有没有不寻常的东西 比方说 以前没有做的动作 或者以前没有出现的质量 有没有不寻常的部分 根据我们所有资料的显示 他们在我们台海周边所做的活动 除了一些军机绕台 航空母舰绕台 其他的都属于例行性的训练 没有那么特殊的活动 副部长你这样回答不对 西南方他们飞机夜训 直接飞到那里 是史上第一次 怎么会都一样例行的 所以我当时 我们可以表示国军都在掌握中 我们有能力应付 但是不可以为了粉饰太平 极通错误的安全感 我先跟我10秒钟我做说明 我当时特别讲到 除了他做绕台这些 还有航母 这些是比较不寻常 其他都是例行性的 绕台我反而不觉得 那个反而从201314年开始都有 只是量的多少 或者飞机有没有新型机投入 但是在今年过去这几个月 西南海域包含夜训 我们的北方包含 穿越我们海峡中线 包含他们把一些舰艇 调往南海 我们国家一直包含到太平岛 所以有没有不寻常的现象 我所谓的不寻常 我特别提醒 动作 值跟量 都叫做不寻常 所以在国防部 这个部分 今年有没有特别关注到 某一些行为 请说 赵伟早安 感谢赵伟这么长时间来 对国防政策的关注 有关于委员关注的事项 其实也是国防部 每天我们关注的重点 那就像委员您刚刚所提示的 目前的整个局势 确实比以往严峻 但是整个情况还是在 正常安全可控的范围 我们国军的掌控能力 我目前为止我不挑战 我认为我对你们也有信心 但是讯息要清楚 否则透过媒体传递说 没有 共军都没有身高什么 我随便讲 已经公开的部分 共军是不是开始从内陆飞机 一路直接飞到台湾周边 有吗 这是以往没有的吗 西南海域的夜训 也是以往没有的 这也是新的 那美军的动态 有没有不寻常的地方 一样 量啦 方式有没有改变 副部长这边 他的部署跟徐域的方式 都已经做了改变 尤其他的战略轰炸机 表着军事存在 他的频次 还有飞往地区都已经做了改变 他们的神盾舰 在南海 台海 到东海 黄海海域 神盾舰的派到现在压在这个区域的量 有没有比以前多 好像没有 10到5 目前看确实 如果看 如果跟去年比 往年比的话 数量确实有增加的趋势 那印太司令部的太平洋舰队司令 他是发在推特上面公开讲 他能指挥的潜艇 现在都放在西太平洋这里 印太地区 针对上述第三国的军事行动 没有评论 对 没有评论 但那是公开资讯 所以我们国军这段时间 对我们外离岛的防务 距离特别遥远的 该提升要提升 那另外 对于局势的改变 比方美军把B-52H调回去 但是换了B-1B来 这个也不一样 甚至于巡弋的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当外交部长 释放这个讯息 我们常常讲 我们判断敌情 要用最坏的状况 来准备防御 最好都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当你没有准备 它就有可能发生 当我们轻忽 或者我们国防实力不够 这个才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些 最差的 我们讲 最差的状况 其实是你们 常年在研判的 所以我希望 如果有一些不寻常的举动 该秘密会议的时候 我们用秘密会议报告 但是我这两天听到你们释放是 没有共军的动作都跟以往一样 我光从报纸上看到 就已经有那么多个不一样了嘛 对不对 这我特别要跟委员报告 我们所谓的外池内 其实所有这些动态都掌握 并且我们可以很坦诚地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前面几个礼拜 都做密切的一些会议 然后把相关的状况 掌握跟应处的原则跟方式 都已经做好了一个律定 要严肃看待 我看下一个 这个我认为是传闻 但是太阳报量很大 不过太阳报的报导的内容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一定的评价 我不评论 但是消息来源 从太阳报报的什么双航母 日本的共同社是 大概社会的信任度比较高 它是报道8月份要模拟 有一个演讯 要模拟这个要来打东沙岛 那事实上我在上一次寻达就提过 解放军的军演很早提 很少非常少 那么早提前告知的 所以这提前告知的时间对不对 内容对不对 我都保持存疑 那一直到现在太阳报 然后被各媒体引述的 所谓双航母8月联合军营 夺东沙亲台湾 双航母还不具备战力 但是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动作 我们也很难去判断 我先问国防部 针对这个讯息 你们的评估是什么 有两个 一个是双航母联合军演 另外一个是夺东沙 其实这两个我们都觉得 就是我们对他战略企图 都评估为是所谓的战略 军事威则 所以在这方面 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 我们就认为我们 所有的脚步都停下来 就承诺你当中说的 我们用最坏的情况来做打算 这个讯息到底是属于战略战术的讯息 还是政治讯息 在战略上是属于军事威者 属于军事威胁 那就这个动作我们先撇开不算 我们不管我们对离岛有一些未将计划等等 国防部要有一个态度 如果我们的国土被侵犯 我们会不会坚守 第二个 南沙的各个岛都一样 哪一个国家占领的都一样 都是义工难守 谁准备好要打都可以拿得到 但是拿得到同样别人要拿回来 一样也是义工难守 所以如果我们的外离岛被侵略 被拿走 我们国军有没有决心把它拿回来 国军是秉持了领土主权寸步不绕 所以说我们不就是 第一波防守嘛 对 那接下来拿回来是属于进攻嘛 是 其实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我们是其实也有点超前部署的这种规划 就是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但走到那一步就跟陈总理刚才讲的 我们还有个计划 所谓的归附计划 所以有这样的计划 那这样就好 内容我不问啦 但是从南海太平岛周边一直往北走 东沙岛到我们台湾本岛 这都是我们的国土 这部分你要辛苦多担待一点 那我最后本来还有一些市商的问题 还有我们的国机国造国建国造 好几个都进度落后 确实是进度落后 有的落后的 这个百分比还蛮大的 这个我下一次再来跟国防部请教 但我一定要提醒你们 市商是为了开放 让一般商家只要合格的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而不是市商变成在指定 或者让某个厂商得的话 那个是不可以 我一定要提醒国防部这个事情 要不然市商就没有意义了 我宁可有十家都在做我们的衣服 那质量好价格低 我们国军弟兄就去买 这个才是我们市商的目的 一方面带动国内经济 二方面我就让你公平竞争 质跟价格好的人就胜出 而不是我们再去指定什么 这个部分在执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这样好不好 谢谢委员主席 谢谢国防部 好谢谢王定颖王委员 来副部长跟官员请回 接下来请江启臣江委员 谢谢 谢谢 好 请赵伟 邀请副部长 请副部长就背讯谈 我也好 副部长好 这个你知不知道昨天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要做这样子的发言 之前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 你们也没有沟通 因为昨天他接受Fox News的专访 这是美国的电视台 当然也象征了对外跟对国际 那以外长的身份 在这个主要媒体上面讲说 中国大会下一波可能就是针对台湾 发动攻击 这是很明确的讲 也是讲给国际厅 在美国的这个主要的电视台上 所以部长 那个副部长 你之前不知道部长要做这样的发言 对我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问过你们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过我们部长 但我个人是不知道 所以他这样子的讯息 他这样子的评估 的评估 请问是你们高层都知道吗 都知道说接下来要针对台湾发动攻击吗 这个我倒不清楚 那至于外交部长 因为如果说一旦这个发生的话 国防部是在第一线 对不对 所以你们最近的战备有升级吗 其实我们在整个的战备训练 还有跟我们的硬处原则的规划 都有一直在研讨 有没有升级吗 因为如果照外长这样的讲话 那这个情况我想不是一般的情况 那你们的国防战备有没有升级 还是外长只是讲一讲 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 今天一个政府的官员 外交部长对国际的媒体 美国的主要媒体 讲这样的话 而不是对国内讲 是对国际讲 所以理当应该是跟我们国防部 或者国安的高层这些 应该是这些资讯是统整的吧 而不是说外长随便出来讲一句话说 接下来下一步北京就是要攻打台湾了 那你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的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样 这个到底这样的讲话的目的是什么 那就是引起很多不同的揣测跟怀疑 还有很重要一点 那到底这是真是假啦 下一步清台攻台这件事情 有没有掌握到相关的情报 相关的资讯 国防部有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 相关的动员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事实上是没有所谓 升级的一个作为 但是 你战备没有升级嘛 但是我们所有战备升级都已经有一个弹性的规划 同时呢 所谓香港的这个国安法发布啊 后续的状况我们都会一直 所以后续的状况可能状况是什么 你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说因为是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原因 而导致了可能清台的疑虑 那可不可以请国防部告诉我们 清台的样态可能是什么 这个发动攻击的台湾的样态可能 军事动态可能是什么啊 样态是什么啊 他的样态 这个样态当然我们有评估了 但是如果要发动攻击的地方 他确实有主导权 但是 但是我会保... 到底哪一种是最可能的 如果照外长这样的讲法 他指的对台发动攻击 是哪一种攻击 他各种攻击 是刚才王委员所讲的说 这个东沙吗 南沙吗 外岛吗 还是本岛 他各种可能的方式都有 但我们会保持密切的联合请见证 所以最近美方在... 美方在这附近的 他的战备情势也没有拉高 他还是... 他刚刚已经提过了 他对我们的徐毅啊 附近基建的徐毅 确实比以往有增加 就是这几个月就增加 我已经连续讲了好几个月了 过去几年 你们去做一下统计 没有今年这么频繁啦 是的 但我讲的是 在外长讲这句话的前后 香港的这个事情的前后 到底美方的军事动态 在这个地方的军事部署 他的相关的战备 有没有提高 有没有升级 他目前的区域跟部署啊 没有明显的说有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觉得如果说 外长在国外这样 针对国际媒体做这样的发言 然后你们国防部却都不知道的话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 要嘛 他讲的到底是真实假 要让人家怀疑 第二个 我们要怀疑你有没有准备 如果他讲的是真的 你们没有准备 那糟糕了 那真的就糟糕了 准备我们是随时都有准备了 准备我们随时都有准备了 整个国安高层 到底这些事情你们掌握多少 还是只是个人想要出来讲一下 表示自己好像很能够预测还是什么 这种事不能开玩笑 尤其你是政府的外交部长也好 国防部长也好 这话是要非常慎重的 这个是不止你这样讲 那区域的其他国家怎么评估呢 我请问你北韩 我请问你日本 东南亚国家 你的外长出来讲说 接下来要清台 北京要发动对台的攻击 外长出来对国际媒体讲 我问你 如果今天是其他国家的外长 譬如说日本的外长 出来对国际媒体讲说 下一波北京要打日本 你是国防部长 你是台湾的国防部长 你要怎么办 你要不要部署 你要不要准备 要应对作为 你要应对作为嘛 那结果我们自己的国防部 你没有应对作为啊 如果我们自己外长出去讲这样的话 这种话是真的 坦白讲 如果是真的话 然后你们是这样子回答我 我真的很紧张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 蔡政府啊 你们必须要给国际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 跟交代 到底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 否则这样的讲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不是我要跟委员讲啊 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说了一句话 我们就有所谓的盲动 我们也是要争吼 要不然我们建设这些联合情间真系统跟我们的机制 所以 就是要掌握 副部长你这样的讲话就是说部长乱讲话 都不是 你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讲话而盲动怎么样 所以 问题是他是一个外交部长 他不是任何一个人 他不是任何一个人 对不对 难道你看不起我们的外交部长吗 那今天如果是美国的外交部长 美国的国务卿 日本的外相 来讲这样的话 你要不要在意 可能我表达的方式不对 你要在意嘛 不是我跟委员报告 对不对 官员真的要由所本来讲这些话 然后你整个政府是一体的 尤其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事情 这是不能开玩笑的 不 这个我要再说明啦 就是日本共同社他讲的这件事 一开始也是讲共同社 那个是媒体讲的 对 那个不是日本外长讲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任何的资讯 我们都会有重视 部长你要搞清楚吧 身份不同 讲话的分量是不同的 今天你的部长讲话跟你次长会一样吗 不会吧 包括你前几天讲的话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在你们4月21号的记者会 针对对目舰队的这个调查 你们说没有犯了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啊 什么叫了不起的错误 如果没有犯了了不起的错误 请问你们的部长跟你的海军司令 为什么在第一时间要自行处分啊 是处分假的吗 我这句话是我讲的 我承认这个话讲的有点不妥当 因为我那天最主要是针对说 你们身为一个部的 部长也好 次长也好 请你们讲话务必谨慎 OK 谢谢委员指头 所以 为什么我对外长讲这种话我们非常在意 因为他的身份不同 他代表国家讲话 而且是对世界讲话 那如果这是一个真的是 这情况是我们所掌握是这样子 那你国防部这样的反应 今天这样的反应 我真的觉得 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政府啊 所以我要求这件事情务必要讲清楚啊 否则大家都乱拆啊 其他国家也乱拆啊 如果 这个话没有信用的话 你在下次再讲的时候 请问国际要相信你吗 其他国家怎么要相信你 外长或者国防部长讲的话 好 非常感谢我们 江启臣 张伟 张主席 好 我们副部长跟各位官员请回 好 接下来请李玉玲旅委员 李兆伟 谢谢主席 请张副部长 请副部长 还有资贵司的白师长 还有资贵司白杰隆白师长 副部长 我想先请教 我们在107年的7月1号 我们的退府制度修法改革之后 在上路的时间 将近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两年的时间 本席也一直提出了很多 因为仓促上路修法 所带来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些后遗症 也请教了白师长 但是我今天先要请教的就是 你晓不晓得当时我们修法 从原本的旧制的40加2 提升到55加2 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提升 我先请教 当初是为了希望我们军中优秀人 能来继续在军中服务 所以希望让 是 让这个现役的人员 未来有较好的一些退休 是 为了招募 跟留任 揽财 留财 要有个诱因嘛 所以我们是利益良善 这是我们的原来的意志在这边 可是 我们看到在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 军人各种军人的服务的工作不同 而有差异 所以 在85年班 以前 我们有对一些工作 都有差异的人 我们都有给补偿金 在座现场 85年班的人 应该 新旧制 都有领过 这个补偿金 但是 我要跟你讨论的就是 去年的时候 黄昭顺委员 开了针对86年班的一个公厅会 今年 还有 在 前两天 吴思华委员 也开了这个协调会 当下 就希望说 我们针对 仓促上路修法上 有一些不合理 不公平的地方 我们要 及时的做一个修正 给予公平 就是希望 我们要重视 我们军人的福利 但是 我们在去年到今年 我没有看到 外交部 没有看到 国防部 在这方面 有做检讨 因为我们当时立法的时候 我们有说 这个法律条文 我们会做一个滚动式的检讨 事过两年 而且提出了这些建议 但是我没有看到 你针对 86年班 这种情形 因为 他们是刚好在85年 我们修法的时候 我们有做一个修正 但是他们是86年班 所以85到107年 这个班别的时候 他们没有受到 55加2的福利的照顾 但是他们是用40加2 他们又没有忧传的这个利息 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同工不同酬 又做满20年 这样子受到伤害的受害者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 适当的一个补偿 跟委员报告 曾经你所说的 曾经你所说的 白市长也在现场 请你们研究 找出一个补偿的一个办法 也举例了85年 我们修法的时候 我们有做这一项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 我也告诉了所有的过程 程序 但是 你现在 一样回答我 去年所回答的 一样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再来改呢 所以本星在这边建议 你们就用专案的方式 针对这86年班的军事官兵 他们的薪资 没有同工跟同酬的情形下 作为一个补偿金的一个办法 好不好 是 报告委员 就是我们吴世外委员 他主持的这个会议 扶导会 跟我们会成立一个专案 第一点 第二点 黄昭顺委员 他过去所提的有一个 协助他们就是免税的部分 因为他们有反映出来 他们86年班以前 他们在补缴军校年支以后 一个年支计算方面 产生了一个免税变课税 所以这件事情 已经先帮他们协助了 我们是有进度的 那后续我们跟辅导会 还会针对他们在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拖了一年又两年 是的 好不好 多久的时间 可以一个专案办法出来 多一个时间 因为这礼拜辅导会 他刚有研议他一个专案的措施 两个月好不好 好 是 两个月一个专案办法出来 好 接下来我再请教就是 我们国防部日前 有发出一个公文 针对军职退伍支领 一次退伍金 再任职的公务人员 只要他的薪资超过33140的话 在109年的6月1日 停止支领 医务会存款的利息 我想请教 国防部听到这个监察院发 你是告诉我说是因为监察院 4月23号发文给你做一个纠正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哪一个条文 我们哪一个条文 因为本习翻阅 我们的推伍的这个条例里面 33条 34条 46条里面 通通没有讲明 没有一个白纸黑字的文字说 一次 退伍金的人 要被 要接受这个改革 没有啊 如果说你做34条的话 34条里面的条文说 支领退休奉 跟赡养金 的军官 士官 如果再任职的话 才会停止 才会停止 这个停止是说 他如果再任职才停止 如果他没有再任职的话 是可以恢复的 所以 没有白纸黑字这样写 难道 我们国防部 你们的立场 是什么样呢 跟委员报告 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在监察院 接受的约询 约询了两次以上 那因为 当初一开始 我们看 我们在这个6月1号之前 我们用我们自己 第30条的解读的方式 我们那时还有做发放 也没有停 但是监察院 然后他们也 我们也受他们监督嘛 他们经过他们 几次的约询 然后他们的那个 对于法律的那个 认知的观点的解释 是认为说 所以你们没有表达你们的立场 我们有 有表达立场 如果我们没有表达立场 那你为什么宣布6月1号开始 就要停发 因为他是正式 已经还是提出纠正跟指 那我请问 107年7月1号 到109年的现在 你是两年时间 发出去的 算不算违法 监察院他认同 他认为说 我们是因为当时的法令解释 他也能 法令哪一条解释 哪一个文字上有在明 如同委员讲的第三四条 我们是针对林凤的人 转公职财 庭优存 那他认为我们之前的解释 我们也是事法解释 他是用哪一条 你要表明啊 你用三十四条里面 没有讲一次 一次退伍金啊 是的 那他纠正函里面 他说的是依据四十六条 那四十六条他说 如果你有转任的情势 不管你有没有退休凤 你只要有转任的情势 你讲是哪一条 四十六条 这是监察院的解释 他是用四十六条 所以他是用法律解释的问题 你的四十六条 一样要回到三十四条的 原意一直在那边啊 是不是 是的 那他是说 是 是的 所以我们要讲三十四条嘛 对 那他说四十六条有三个字 叫做情势者 有那个转任的情势 叫庭优存 这是他对法律的情势 转任的情势条件上是 领退休凤 跟有赛养金的军事官兵嘛 对不对 是 这我们原来的知识 所以副部长 我在这边 一定要跟你说 所以言明 你们表达的 明白 说明你们的立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立法院 我们有立法权 所有法律修 修改条文 的审查 是立法委员 跟所有的行政机关 的代表 在我们立法院 审查的时候 是三读通过的 所以最了解立法 条文的就是立法委员 所以行政单位 如果说你们要侵害人民的财产 是需要依法有据的 依法有据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33条 34条 46条里面 并没有这个白纸黑字里面的载文 尤其是我们宪法特别讲到 法律是有保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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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国防部 你针对 法律的保护的 保留原则 你都违反的话 你们就是违法违宪了 是不是 我们已经辅导他们 就提出行政诉讼了 因为这个是监察院 他下的一个指导 那我们当然会 基于照顾 监察院 不能凌驾 我们立法委员的立法权 我刚刚前面跟你们讲的 立法院有立法权 这所有相关的行政机关的代表 审查的时候 是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 所以我们107年的7月1号的修法 有没有三读通过 非常感谢 你们的文字有没有这样写 是是是 非常感谢委员对这个 我们袍子的关心 那因为我们是34条 但是监察院的邱正涵 有点出46条 所以他是也有法律 白市长我刚刚就问你了 46条要不要回到34条 你又说是 所以法文 你每天拿着那本书 那本我们的 退服我的条文的机制的这个书 条文法 你拿着 你来跟我说明你也拿着那条文 你翻来翻去你都看得很清楚 你刚刚自己的说明 46条要回到34条 我们就讲34条 也都没有 所以 我希望 国防部 不要违法违宪 这我们三读通过的法令 来执行好不好 部长 副部长 以现在的状况的话 我们当时一定是符合大院的一些规范 但监察院对我们的纠正跟指示 我们也不能不尊重 这件事情我们未来会在他们行政诉讼的时候 跟我们保 他们不懂你要跟他说明清楚啊 我们法条是摆在那边的啊 立法院的立法权 我想我们未来在行政诉讼的时候 我们会来协助啦 针对这个 我们来协助我们的退伍跑车 所以请你们要表达清楚好不好 OK 接下来我们请蔡司应召委 好 感谢主席 能不能请我们副部长就背群台 好 请副部长 副部长我想先确认一件事情 今天你们送来立法院有个解冻案 你内容都知道吗 内容我全部我不知道 我知道33案 你们有一个案子叫做 机动飞战车冻结解冻案 你晓得吗 是 立法院今天通过了嘛 通过你们的解冻案嘛 对不对 你要不要说一下这个机动飞战车 大概内容是什么东西啊 就副部长你的了解 是具备征收跟机动功能的 陆制弓箭的飞弹系统 陆制弓箭的飞弹系统 陆制弓箭飞弹系统 就是陆基型的嘛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 这是熊二嘛 对不对 没错吧 我是说我们这个预算 我们这个预算 解冻案是熊二的飞弹 解冻案就是陆基型的 然后含基地等等嘛 因为这个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上面这个照片 副部长或者海军 知道是什么飞弹吗 那委员应该是 宇叉 宇叉 左边的是宇叉嘛 右边的是我们的嘛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媒体报导 我方向美国提出 暗基型的飞弹攻击系统 有没有这回事啊 是有我们在规划里面 奇怪了 那不是我们自己就有了吗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整个的装备筹获 我们都是依据我们现在量场的能力 未来作战的需求 那现在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快速提升战力 你讲完这句话 我想要中科院长在旁边嘛 对不对 院长我想请教一下 对 你对你们的熊二有没有信心啊 我们熊二熊三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材料 那这样为什么还要外过 这个当然 就是没信心咯 是 是喔 就我中科院立场上熊二熊 熊二啊 只有蛋是次因素 熊三是超因素 我知道啊 工人 那当然我们会配合国防部的政策来做 我知道 我现在问你就是对于国防部向美方提出 这个发架书 就是我们要买所谓的 就是暗基 暗射型的这样的一个武器 雨叉飞弹系统 是 我看起来跟我们熊二的部署 有点类似跟雷同嘛 我的意思说 我问一下我们海军好了 假设我们像美方采购这一批装备之后 我们要部署在哪里啊 不知道也是机动 也是机动 啊部署在海军的哪一个单位 呃 海风大队 哪一个 海风大队 现在就有海风大队了嘛 对不对 现在海风大队装配的武器 是不是就是熊二飞弹系统 是 没错啊 所以我才问一下中科院啊 所以我们中科院一直很自豪 我们的熊二熊三飞弹系统 可看起来国防部认为 有其他的不足之处哦 是不是这样子 来我问一下中科院齁 这个案子我们如果 呃我们向美方采购的话 你认为采购的这个鱼叉 的这个系统 陆基型的系统 跟我们的熊二熊三飞弹系统比起来 差别在哪里啊 跟熊二是属于同等级的 对啊这差别在哪里 完全没有差 呃这样子哦 各位朋友 效果也没有差吗 呃我们熊二飞弹的速度啊 啊确实优于这个鱼叉 但是他大声一点 熊二啊 熊二的这个速度啊 呃射程啊距离啊 呃略优于这个鱼叉 我晓得 但是机动性啊 呃可能略逊 所以各有各的优秀 机动性略逊 呃所谓是因为 那不是都车子跑的吗 他是个自种的 熊二是一个这个 这个拖车拖翼的 对啊 这方面的表现啊 会略为整个系统来讲 机动性 你讲的只有机动性比较差而已 但是飞弹性能比较优异 啊 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要采购啊 哦这个我是 中科的立场是尊国防部的立场 中科认认为自己可以处理嘛 那国防部为什么要采购呢 副长你讲的来容 听起来很难说服国会 因为我们今天所有哦 我们那个所谓武器装备的向量 都根据模式模拟来分 我都 在想这些我都知道 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量能 就是中科议的量能 你 好你讲量能是生产数量 生产的速度 对 生产的速度 好那我想问一下中科议 来 熊二一年生产几颗 你有本事的话生产几颗出来 压缩的话大概有 这个我详细数字我还在确定 那我想问你 国防部有跟你要求你生产 然后要求你生产不出来 你有这样跟国防部讲过吗 呃我们是配合国防部的 对啊那现在副部长 你们有像中科议讲说 我要求你一个月一年生产几颗 中科议说他生不出来 我们跟中科议也研究过 中科议从现在开始到114年 他生产的量 那我们这个数据我们都有 我们是拿这个数据 然后根据模式模拟 发掘我们欠缺的数量 因为我们要达到尖底50% 好我知道 我想请教 如果我们向美方采购 鱼叉陆基型系统的话 美方如果同意了 到我们边预算 到买进来台湾哪一年 应该是在112年 那就对啦 那不是很奇怪吗 你112年 113年 113才有可能回到台湾来 那你又说 我们现在生产不够 好我不要再问你下去了 我说你再问下去 你回答不出来 你回去 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宿命的资料 讲清楚 我们目前熊二熊三 部署在海峰大队这套系统 跟我们要向美方采购系统的差异在哪里 好不好 因为这个情况之下 我为什么这样讲的原因 是因为 中科院利乐院长 对于中科院最自豪的武器 就是熊二熊三飞弹系统 可是看起来 国防部的今天外购 这一个武器的话 事实上是跟熊二熊三打对台 那一定程度之下 是不是就认为 熊二熊三仍然有部分的部分是不足的 我要了解这个部分 好不好 是的 这个非常重要 再来 接下来 我们的宪兵迷彩了 不用我想看一下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 今天宪兵没人来 来 这个副部长我想请教你一下 我们国军的防卫作战里面 宪兵是到海滩上去牵敌 还是到山里面躲起来 还是在城市里面 他各有任务不同 有吗 有啊 宪兵也要到海滩上去牵敌吗 不用 不用嘛 宪兵有需要到山里面去躲藏隐秘吗 也不用嘛 宪兵的功用就是在城市做城镇保卫的中心嘛 好那我问你 城镇保卫战斗的话 它的迷彩效果 是城市迷彩还是这种绿色的迷彩啊 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 我很好我是军备局局长 请说 我们现在现行的数位迷彩是在民国99年 那所发展的 那当初发展的时候 是应用我们本岛作战的地理 我了解我现在意思是说 涉及到军种的部分嘛 没有问题 我一直就要说 来我问一下各位嘛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上面的照片 这是我们目前宪兵所装置的设备啦 配备啦 你认为他用的云豹甲车用这样的数位迷彩 或者我们的汉马车用这样的数位迷彩 或者我们的宪兵的重机用这样的迷彩 你认为在城市里面容易被发现啊 我认为在城市很容易被发现耶 你不如不要伪装还比较好一点 我特别报告就是说 当初数位迷彩的设计 已经涵瓜了 我们本岛作战环境16个场景 包含摊岸 包含城镇 包含潜山 包含城镇 来来来来 再确认一次喔 我再确认一次喔 整个整合 整个整合 整合规划了16处 我们军备局对于城市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另外有规划出所谓的城市迷彩 有没有 有评估过 有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你们也特别有把车子做出来嘛 是 没错吧 为什么 因为你们发现在城市的部分 它的伪装还是有点不一样嘛 因为城市主要是以灰色建筑为主嘛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一次我要跟国王部 所提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 在城市的迷彩 或者所谓的城镇的伪装过程当中 跟我们一般用在山林的伪装 是不大一样的事情 所以各国针对不同的场景 都会有不同的迷彩伪装 我要讲这没有错吧 对不对 这也是军备局在推动的 是是是 我要讲的就是说 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宪兵 上面用的东西 尤其是总统前两天才去看过 我们还是采取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迷彩 我看起来像是我们一般 灯岸或山林的迷彩啦 我要讲的就是说 它到底适不适合在城镇作战这件事情 我刚刚问了副部长就说 假设我们的宪兵 我们的宪兵 也有可能去做摊案战斗 或者到山林里面去做伪装 那当然你配给它这些装备 我相信非常合理 可是如果我们的宪兵 主要是以城镇站为主的话 那我觉得过去像你们右上角这一个 这是之前我们 军备局给设计出来的嘛 对不对 我倒觉得就反而应该是要推动 城镇迷彩为主才对啊 就至少就宪兵的装备来看 它就不应该跟我们陆军的装备 迷彩是一模一样的 我提了这个建议 给国防部做内部后续的参考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很多的国家 针对不同的相关的设备 都有提出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是 而且军备局过去 也曾经就这个部分来做 检讨研制嘛 对不对 国防部有没有采用 我不晓得 看起来国防部是没有采用这样 军备局的建议 所以我认为就这件事情来看 国防部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我把宪兵的定位 是在做城镇作战的话 那它其实应该是以城镇迷彩为主 而跟我们一般陆军的迷彩 的功效跟作用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以上这个部分 我请我们国防部 再做检讨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请马文君马委员 谢谢主席 麻烦请副部长 来 请副部长就北巡台 来 副部长好 刚刚其实有很多委员都有关切到 不管是买鱼叉飞弹 或者我们买鱼雷 就我们鱼雷的部分 我们106年 就已经 美方有说要出售我们46枚 可是我们当时 也就是三年前 那时候我们买了24枚 平均单价不到600万美元 它当初的报价500多万美元 那我们一直到今年 经过三年以后 我们又要买 马克思四巴鱼雷 我们要买 18颗是吗 18颗是的 它报价1.8亿 它放了越来越久 因为我们三年前买的时候 它已经是库存的 它已经是库存的 我们那时候就买500多万 那时候不到600万 可是现在经过了三年 放了三年以后 我们要花平均一枚单价1000万 为什么越来越贵 而且 Mox四巴鱼雷 它的寿命大概只有八年 它如果三年前买 已经是库存 甚至我们的外交部长 对外宣称 这个买回来 未来是要给浅件用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外交部长帮国防部回答 刚刚也有提到 包括 是不是 中共要入侵台湾 也是外交部长 帮国防部回答 虽然我们是同一个委员会 可是显然 外交部长他掌握的 是不是比我们还多 那到底是不是浅件要用的 浅件最快最快 雖然我不认为可以做得出来 最快2014 是不是 要下水 2014 2014 正常 我虽然本期不认为可以 如果正常的话 那是四年后 那你现在我们买的这个 鱼雷 它在三年前 它已经是库存的 再放未来的四年 总共已经可能超过它的售限了 你是买回来要延售 还是 因为你根本浅件还没做出来啊 你就要放在浅件上面用 这是一点 所以我们要求 这个部分 因为它只能延售一次 你不可以买延售瓶 至少 至少 你不可以买延售瓶 我们有高价 这个部分 我们还会要求 你们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接下来我想要请教的是 副部长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服装供应站 它当初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照顾我们的官兵 怎么照顾 就是让他们能够就是说 在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身型 然后自己去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 那个自制服装 那试行这一段时间 你们觉得它做得够好吗 就是大家可以按照他自己的身型 可以去买到吗 因为我们编了两亿的预算 然后大概用八千人去做 先去做试行嘛 虽然可能超过啦 因为一个人如果八千人 一个人九千六 算起来也七千多万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编了两亿 所以实际上 你们把很多的 包括司令部 国防部的长官 还有其他人员 其实都列进来了 这也没关系 当初委员会为什么会同意 就是因为以前用统一播补 这是团体个人服装 以前统一播补的状况 两年才一次一次买了大量的衣服 结果可能有些人是鞋子坏了 可是你没有机会拨补 有些人是衣服坏了 可是你还来不及拨补 所以委员会为什么会同意 我们又是基于照顾 所有官兵他的需求 不要说有些衣服破了 缝红补补 然后自费又出去买 这是当初最重要的目的 可是你们做到了吗 今天他事情本来到去年 9月就要结束的 他做得够好吗 委员好 我是后勤参谋次长 关于服装工作站 我跟委员做个报告 就按陈如委员刚刚所提的 就是我们当初 这个服装工作站这个政策 其实就是要照顾官兵 那个等我已经知道了 你说他做得够好吗 这个执行面 我请陆军跟委员做个报告 简单说就好了嘛 因为你事情本来到去年9月 就要提报告了啊 你又过了 到去年12月结束以后 到今年现在又5月了 到底做得好不好 因为厂商还一直在做啊 是公委员报告 根据官兵的这个实际的问卷调查 满意度是到97% 你今天如果用民调 可以解决你的政策 你问全国的这些 我们的艺难 你问他看看 你不要当兵好不好 超过百分之百不要来 你的政策是这样问的吗 是 你今天我要问的是 你到底他做得好不好 不是大家喜不喜欢 当然喜欢啊 我们当初会同意 就是因为他在缺装的时候 他可以马上就可以买到 这就是他的目的啊 你要跟我们解释目的吗 是 我现在要知道他做得好不好 因为你编的预算 是 未来他如果全军的时候 整体的预算 这个厂商 还包括那个电商 他们合起来 每年有高达20亿的预算 他都不用做什么 所以他至少必须要提供最好的服务 今天我们看到他在市行的阶段 有很多缺装 大家都买不到 我们介绍很多的成型 他根本定不到鞋子 都是特大号的巨人在穿的 不然就特小号的 150公分在穿的 可能没有150公分啦 内衣3XL都超大的尺码 正常的几乎都买不到 为什么你让他扩充 你让他延长合约 延长合约以后 你又让他扩充 扩充又编了1亿多的预算 又给他用 可是官兵居然都买不到 其中最容易买到的是什么 最贵的一双鞋 一双皮鞋 那一双 死马还都常常非常齐全 因为大家买不到自己需要的时候 买不到我可能需要圆领的内衣 我可能需要大头鞋 全部都买不到 为了要把钱花掉 只好去买别的东西 你这些该有的 你当初成立的目的跟宗旨 你要服务官兵 我们支持 你可是 你全部 这个厂商 该给的 通通没有 他卖的反而是自费品 琳琅满目 有耳塞 有粉红色的袜子 然后还有头巾 那个通通有 甚至还可以用卡片 用点数 去换东西 只要把钱消耗掉就好了 这是我们当初要的目的吗 还可以把这个正式案的责任 还没有办法正式进行发包 推给委员会 所以预算没过 你们方正快炮那么大的案子 这么高的经费都可以先发包了 你这种你把责任推给委员会 委员好 我是陆情部参谋长 这个 刚才委员绝对没有说 为了因为预算的冻结而这个时间 那这个所谓的事情和扩充 最主要就是我们当初是考量要加会官兵政策的延续 以及再次收整额外的 你扩充的条件是什么 你既然说扩充要加会官兵 我刚刚提到了 他完全没有办法加会到官兵 因为他要的通通没有 我要的鞋子 我的尺码全部没有 我要的衣服 我要的尺码也没有 要给我们买的是什么 这已经违背了我们当初设立的宗旨 跟我们编这个预算的目的 所以我现在因为时间没有办法 可以充分的让你们好好的去说明 可是我要求我在这里先问 当初开幕的整备条件是什么 你回答这些就好了 开幕的整备条件 有没有确实督导 就是复原计划达到这个 评险的标准 所以有没有 有 你在这里说有 把你的督导的内容 不要篡改过的 把你的督导内容 还有加班的状况 是不是有把已经有可能不合格的商品 比如说运动服 你让他下架 下架以后你连这个督导的缺失 也把他一起下架 这个全部都要原来真实的呈现 因为这样才知道你可不可以有这个复原计划 当初开幕的整备条件你说你做到了 确实督导有没有任何整备督导的记录 还有核准开幕的公文 请提供给我们委员会 擴充合约 它已经要超过预算1.5亿 你之前有2亿 擴充预算 擴充合约又要高达1.5亿 开幕到现在才一个多月 你缺货的状况高达81% 这是在厂商的他的网站上面自己呈现出来的 他的才一个月他的缺货的状况高达81% 所以缺货的原因他的品质问题下架等等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牵涉到你可不可以执行扩充合约 请把刚刚你很展厅解体的说你有做到非常好的督导 还有达到这样的条件 把相关的资讯资料还有公文 提供给我们本席还有委员会好不好 所以把委员2位补充一点就是针对刚才委员有提到的 这个营运复原的这个部分 我们司令部也在5月27号成立了端案调查小组 跟对他们的这个执行面这个部分再详细查查 这个一并会跟委员做完 你的查夥的时间不是5月27 你这个在去年他就应该要做到 如果你没有做到你一直延长或者你给他扩充合约 其实你的依据是什么我要的是这个资料 请提供相关的资讯 好 谢谢马俊华委员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因为上次我们有讲过方生快报 刚刚马俊华委员之前有提过 这个国防部对于冻结的案子不能够掀起执行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委员会有做过交代的 好 接下来我们请文玉霞温委员 主席好 我们有请副部长 请副部长就背讯台 来 外交部长讲说大陆有可能下一步会对台出手 那您的回答是怎样 我请你再回答一次 就是当我这个讯息是在那个发布的新闻上看到 那在之前外交部或是不管任何人或部长都没有讲到这个事 没跟我个人讲的这个事 没跟你个人讲 那你说所以说你对任何人 你早上讲的我听到你对任何一个人不做评论 任何人的言论不做评论 不是 就是我在说一下 我们对任何提供的人的提供的资讯 我们不会去评述他说他资讯哪里来 所以外交部长是器材公共 但是我们都会做我们都会关切 都会来延续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战备准备这个事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我们的三军统设我们的蔡总统 他就说国防部应做好应战的准备 那蔡总统也是庆蔡公共的一属 没有我刚才讲说我们虽然目前没有提升 我特别是说因为我们是看了征侯 所有的先期的规划跟准备预印 我们都做完了 所以所有的计划作业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征后 所以我们现在的警戒部署并没有提升 我们会根据征后的提升 我们就会再提升 所以你现在准备没有提升 那我们现在我们七月份的汉光演习呢 也是照常进行 没有提升要不要提升成几 目前汉光演习还是按照规划再做准备 按照规划 所以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没有了 如中不能讲如中的就是没有这回事是不是 不是没有这回事 我们刚才讲了说我们其实会保持外持内障的原则 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按照你们的情说的话 那么是不是应该花个新闻稿以安定国内的明星 因为国内的人看到今天的头版头条 我看大家都很紧张 还好今天的股市没有跌 如果今天的股市跌了 那我看这个责任不了谁来看 因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两岸的情势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好 谢谢委员指导 我们回去会考虑做发个新闻稿 好 那我再请问一下 您昨天在国防部里面有讲过了 昨天你的新闻里面有讲说 您的谎谈 这个督睦舰队的谎谈已经告一段落 对不对 那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报告呢 可能下周或是下下周会提出报告 是 那你说按目前的调查进度发现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误 那既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误 那我们部长为什么要道歉 那没有了不起的错误 那我们的两位降临 一个是陈大辉 一个是高嘉宾 为什么要调职 为什么要调职 那我想再去 好 我们有时间很少吗 好的 我很快地讲完 好 我对当天的那个表达 我自己认为说有疏失 容易造成人家误解 那最主要是我所表达的是说 因为疫情指挥中心 它说已经确定这是本土的发生 然后出去的 然后是因为在船上 大家有严格落实所谓的一个戴口罩 一些防疫的作为 船上有戴口罩吗 不是船上都没戴口罩吗 在船上有戴口罩 还有一些分舱分流的作为 所以说它产生了群聚的感染的比例 我看我们那个影片里面 船上都几乎工作都没有在戴口罩的 你看到是在帛琉户外行动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认为说我们没有做大幅度的扩散 是跟这个有关 我是针对这件事情 我是跟他呼应说 在目前我们调查的情况 支队的干部在这个舰上 之一任务前他的防疫作为 并没有什么错误 我是针对常常 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子的话我想请问一下 这两位将领 就是陈大辉跟高嘉宾这两位将领 他们还会不会继续被懲处 或是说他们有机会申诉 会不会回归原来的职位 他有机会申诉 因为我们在约谈的对象里面 这两位长官都有 然后我们会根据到最后调堂的报告 他们为师的情节来做适当的处置 因为很多的所有的军官们 军事官们都在看这件事情 是不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大家心里很清楚 我们倒是不是很清楚 你们应该会很清楚 调查的结果也是会有所依据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在看这个事情 那我再请问一下 有关于駭客的问题 也是早上某些委员问的 駭客的问题我想 如果他是被任 被要求 做为红军的駭客 他是我们培养的军人 被培养了20年 就结果 因为这个任命 这个任不是任命 这个委任做这个事情 今天被误导为说是 他是网路的駭客 那你认为怎样 现在已经被调查局调查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调查局会知道这一件事情 难道 调查局也是 也是害到你们的网站去 才会知道说另外一个人在害 在我在 在害到军方的网站吗 或者调查局怎么知道这些人在 在在攻击 攻击您的网站 攻击国金的网站呢 第一个我跟委员报告就是 有关就是在我们各项演训 包括汉光演习 针对这个网路工房的相关的计划 里面所规范的一些方式程序 这些的话 大家按照这个做的话 基本上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 为什么那个检调他立案的原因 我们是 是不是有人去报 不是 你们 是不是因为 两方 两方攻击 输的那一方不甘心了 就被攻击 所以我就 就有点说 举报 他们是害客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没面子嘛 我直接在攻守 一个攻一个守 那守的人竟然被攻破了 而且听说 这个投诉人是说 我们是被要求再来示演示范一次的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怎么攻进来的 我们再被示范一次 结果这个示范的就变成说是 就变成误导为说是 害客了 被 攻击这个国军网站了 是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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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这几个人真的是在害 害了国军 那早上不是讲说 有没有掉资料 也没有掉资料啊 那害这个有什么 有什么 损失呢 我是觉得 我是看不清楚 也听不清楚 为什么 这些军人 我们培养了20年的 培养了这么久的 这些官兵们 他们是奉命来做这件事情 到最后就变成要 接受调查局的调查 如果这个案例 这个案成立的话 他最高是要5年 对不对 最高刑者是5年 那这样是不是对 以后谁敢 以后你如果任命另外一个 请另外一个 任何一个 一个官 一个军 军兄弟兄来做这些 对立的事 对抗的事情 那谁愿意做啊 我做完了 我还到时候 到时候 当时做的时候是 咕咕掌拍拍手 还有奖励 做事后以后 就变成要调查 接受调查局的调查 那这个 这个 对任何人都讲不过去吧 委员好 包委员我是通刺室次长曹敬平 我很简单的跟委员报告 很简单 就还有一个问题 昨天调查局的新闻稿 就很明确的指出 我们这几位同仁 他们虽然曾经参加我们演习 担任彭军 但他们被调查的部分是 非演习期间 非法取得不正当的资料 是演习以后嘛 对不对 所以跟演习其实是没有关系 你演习以后 好演习以后 你为什么没有重新再设定那个 那个防火墙呢 演习以后呢 既然这个被盗了 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新设定你的防火墙啊 是的 包委您说的很正确 这就是他们不正确的地方 所以这正在接受司法的调查 好 那我再请最后一个问题 两个 两封 一个是 107年的9月18号的 优惠利息是被肯定的 那倒是 今年的6月1号起要 会指这个 支领一次退伍金的这个 这个支领优惠利息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 之前不是讲好的 OK的 你们也承认的是说 一次退的 退伍金人的利息 他是可以一次 他是可以有优惠的 可是现在却把它打成说 双薪 利息是等于薪水吗 优惠利息是等于他的薪水吗 那问问一下好不好 因为时间已经到 这个部分能不能请我们 国防部事后 准备个资料给我们 先补一个资料好了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我想要最好了解说 既然是优惠利息 被你们是通过的 那怎么不到两年的时间 才有两年的时间 你们现在又要把它改成说事 OK好 那不要因为说是監察院的 我想很多委员都有刚才都问过这个问题 到底利息 更不算收入所得等等的问题 好 谢谢 要替你们自己的弟兄们 好 谢谢我们瘟疫小雯委员 好副部长请回 好 谢谢主席 好 接下来请赵天宁赵委员 谢谢主席 请副部长就背训台 还有委员好 副部长好 我想请教这个 那个资安的这个红军 然后到底是被当共谍这个法办的事情 我想要请教几个问题 那个 这上页 就是说第一个好 想请教说 任志士到底有没有任何人用机关 或个人的名义提告 没有 没有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请教说 那资安 这个 资通电军力次的资安测试 有没有证据证明说 曾经跟这个受册单位 他有妥善的沟通回报 然后所确定说这个资料没有不当的运用 这个都有在管制之要 这个也是没有的 就是在演习里面 在演习规范的时间方式 和范围里面是都没有的 那 曾经也有一种说法是说 我不是在演习期间在做测试 我演习之后 我还有double check 就不断的在 在测试 就比如说演习的时候测试有哪里有问题 那我演习之后 我还是会定期的再 或不定期的再去做测试 这是我听说的啦 那这个到底算不算 这个回头 这个说回溯就是 演习完毕以后 我们会征测 真正我们这个演习缺失 做一些回溯的改善 但这个都是一定有计划 或命令核定的 OK 我懂意思了 就是说 这个就如同第二题 你刚刚的答案一样 就是说它是有留记录证明的 它不会是说自己私下 乱去害 而是说 不能私下去做 这都会有留记录 那其实很大的保障 那再第三个就是说 那去年八月 因为国防部有去涵 告检署说明澄清 就是可能也把你们刚刚讲的一些 有说一些澄清 可是为什么十一月 还是被发 传票约谈 告知说涉嫌内乱 外患罪 然后现在还 他自然转征治安 这到底是 譬如说 检方那边 出问题 还是我们这边 讲不清楚是怎么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是全部都配合检调的需要提供必要的一些资讯或文件 但是他为何会立案呢 这个我们没办法评论 因为侦查不公开 我们也难以知道他的理由 我们就是尽我们应该尽的职责 然后来配合他来办理 那如果说到目前为止 这样听起来你们会觉得这些官兵是清白的 那是你们予以未留 那所以是不是在诉讼协助上你们会提供什么协助 我们当然会提供协助 如果他有需要我们会提供所谓到时候有所辩护 我们提供律师来协助 OK 因为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你们会认为说 并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 剪调现在在处理哪一部分 那至少在你们认为的演习跟演习之后的再测试 是在你们认为是完全都在 我们规范的范围内的 那这样的话一定就是要提供这些官兵 军事官兵的一些协助 法律协助我们会提供 要不然以后谁敢帮国家做事情 是的 那当然误亡误重 如果是他真的另外自己不知道做了什么 可能违法的事情 那当然就得面对司法调查 那再来就是说资安的防护的部分 你曾经有被 我们刚讲说被红军假设攻击成功 有破口了 那这个部分是怎么样改进的机制 我也好我是通刺室次长曹敬平 其实他这次的这个演练 他也不能够真正讲是破口 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内部网路 他在里面做我们的这个弱点扫描 是从内部开始的 不是从外面攻进来 那但是呢 我们的机制就是 定期的用这样的做法 来知道我们每一个系统的弱点跟漏洞 然后立刻就进行修补 那现在每次的侦测完毕之后 都立即完成改正 好 那所谓有讲报道说2017年5月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人事资料不设防 有这样的情况把它改善了吗 其实他这个 系统的漏洞立即就完成改善 那他的这个其他的 是不是有其他资料他取得这方式呢 这是司法调查部分 好 那所以我们建议说 除了说你们在测试 然后补那个任何的缺失以外 也希望把经过这次事件 假设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知道说假设是一个误会 或者是不是误会 他确实又是真的造成了一种 我们另外的真正的制度的问题 那可能你们那时候就要做一下 制度性的保障和检讨啦 如果是误会 那就要给他保障 你就要跟整个检调单位要详细了解 你们现在在做演习的一环嘛 是 后续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个事情 好 做一些必要的处置 对要不然这个事情 其实看了也是一头雾水这样 那再来就是 高教基首飞 这可能跟今天题目比较有关嘛 那是在端午节前夕吗 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 如果有试色基敏 不能讲那没有关系 就是说 但是我很想了解说 高教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首飞 就6月份 6月份 快到了 那有人说是端午节是在那个附近吗 概率的时间大概是在下旬 6月下旬 6月下旬 那现在天候蛮不稳定的 会不会有影响 这就是我们顾虑我们也会确实掌握 这样子 应该他们有弹性的备用计划 是 好 那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有建议啦 这高教基的这个量产 是可以带动国内的产业 那我们真的是很希望说 可以建立物料的品质标准 然后可以就是说 释出国内可以自行开发的组件 然后也带动我们的国防产业 这个你们有在做规划吗 其实我们这整个的高教基 由中科院幻想 他们总共这一家下游的公司 都已经超过了160家 所以说相当的在这高教基里面 就有160家的厂商 已经进入了我们这个高教基的供应链 好 那这个我们后续再持续来追踪了 那再来对食安的部分 是我们长期一直在追踪 追踪 所以这个食品跟油品 我们不断的建议 一定是要优先使用国产 因为我们上面的那个图 你就会看到说 其实中国的军事企业 其实在法国洗产地 把那个这个 其实其实是属于中国的番茄 然后它把它变成好像是 从外国的部分 然后再洗进去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办法去杜绝 这样的一个优先采用国产 就有很可能在中国大陆那边的 这样的相关的油品啊 食品啊 然后最后用一个 好像是外商的角度 洗进来台湾 我们曾经蔡总统在 这个选举期间到高雄座谈的时候 曾经也有业者提出建议 蔡总统马上就是认为说 军 我们国军所使用的这一些 农产品或优品 是没有受到什么 WTO的这种规定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的就是说 不要一定要以国产的 来去做这个鼓励 那这样我们的农民 或者是我们从事整个 这个相关的产业的人 他才可以有得到一定的保障 这个方向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跟我们每次碰到有一些 就是农产品自销 或渔业自销的时候 我们国军都会配合采购 这个精神是一致的 好那在执行面的细节 我们再跟你们演绎 那最后一题就请教说 这个269旅的调查报告 你们上次跟我们说是5月31号 那时间剩三天了 那目前会如期完成吗 那目前会如期完成吗 各位好 陆京参谋长报告 针对269旅的这个调查部分 我们每周都跟家属保持联系 那我们分别在5月18号跟27号 在行政院跟这个家属 来实施我们的调查的进度跟说明 那家属也在提出了相关的疑议 那这些疑议 但是我们还是要再做进一步的厘清跟调查 那这个部分 呃我们现在可能要在 没有办法在5月31号完成 我们现在正办理展期当中 那全案调查结果之后 还是会提供这个 按规定提供检调来参征 好 也不一定一定要这么死板在那一天 就是说你们刚才讲的时候 你们中间都有保持沟通 然后这样他们的疑点提出来 你们再调查 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那所以呢 就是说到时候比较明确 会是展到什么时候 到时候再让我们了解一下 是 好 谢谢委员 好 谢谢我们赵天敬赵委员 各位观念请回 接下来请陈以信陈委员 主席好啊 是我们是不是请这个 副部长还有军备局的局长 好 好请副部长跟军备局局长就被训谈 喂委员好 来副部长好 局长好 我想先就今天的主题来谈一下 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国防产发条例 第五条里面 是不是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要由公正的第三方来组成评件团队 然后依国防产业专长领域来这个实施级别的评件 对不对 好那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公正第三方 其实会是相当重要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评件的标准里面 级别的差别 它的评分可能不得少于10分 不得高于20分 那其实分数比重相当的重 对不对 它有很大的程度影响了 到时候他们在这个采购竞标上面的这个优惠 对不对 那我们提出这个时候 那这个贵部这边 也回复我这边提出了这个国防产发条例公正第三方的机制 对不对 好首先我必须表示肯定 这个机制是对的 但是我两个问题 好先请教 第一个 这个机制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机制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 这个国防产发条例的第四条 明文定定的 就是说厂商向国防部申请 但是国防部不要求援监裁判 当初也是马文均委员指导说 那交给公正第三方 你误会我的问题 我是说机制 是 法律意义上什么叫机制 法律有实行细则 有实施办法 有设置规定 那我问你什么叫机制 对 所以我们有授权定办法 确实 所以你这个要定办法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中间的阶段的一个文件 对不对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问的 第一个就是说 设定这个机制很好 有这样的构想很好 但是法律结构上还不完备嘛 所以我希望你们尽快 是不是就它该有的法律的定位 不管是要在施行细则里面好 还是要在设置办法好 还是要在实施规定好 尽快的把它完成 因为 这样厂商才有个依据嘛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说讨论主题 才可以继续进行 是的 那再请你们将这个后面设置的部分 然后再 就是有这个清楚的法律定位上 这个文件之后 再给我办法是参考 是 第二个 要怎么避免求援兼裁判 是 在这个机制里面 你们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你要怎么避免求援兼裁判 因为我们受评鉴的这个对象 主要是厂商 所以我们组成的 会以这个学研单位为主 那当然官方来讲的话 经济部科技部跟本部 是母法的解释单位 跟刚才您所说 这个机制就是执法的这个制定单位 现在在公告 然后这个 这个在下半年的时候 会通过我们的法规会 把它机制建议 我们也会事实向您说明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他就是 就是学研官为主 但惨他不会进来 因为惨是受费 你这里面有没有利益回避的条款 有 母法已经明文写了 而且我已经定了利益回避条款 那你在施行上要怎么做 我今天就是希望你透过这个机会说清楚 因为大家希望公正第三方 是真正的公正 而你这公正第三方 我看你全部都要放在这个 国防大学的理工学院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大家就会怀疑 是不是求援兼裁 那你是不是全民兼裁判 你的利益回避的指标 你要说出来 不是只是利益回避四个字 我今天给你个机会 让你稍微说明一下 好不好 利益回避要怎么做 基本上我想利益回避 也有它相关的这个法制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是已经明定 因为我现在三层级的报告 要跟你们报告 就是母法是第四条 然后执法必须定办法 不是细则 因为我这里讲的定办法 但是呢 因为你规划出来的公正第三方 实际它运作的 的一个细部的流程 包含利益回避的细节 我现在还有一个行政规则的层级 那这个行政规则的层级 我们再可以来跟您说明 好 我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我关注的焦点 其实也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所以请贵部这个地方 尽快的就这个地方 引领出该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利益回避的一些做法 然后呢 还有这整个的利益第三方的这个设置的机制 在该有它的法律定位 然后尽快能够完成 跟我们这边做一个说明 也跟本会的委员做一个说明 好不好 是 没问题 好 我们再下一个问题 我这边要请这个参谋长 跟通信次长 还有海军参谋长 对不起 好 那我想 首先我们今天就是说 今天都在关心这个 这个大陆世事国安法 香港的地方以后 今天外交部部长 他在美国的访谈上面说 下一步就是对台动武 国防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研判 我们目前观察对面 并没有说一些异常的一些动态 所以外交部长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 虽然是还是保持我们 平常的一种警戒状态 但重点是我们在做 关注跟后面的一些情节 所以你的判断跟外交部长不一样咯 不是 其实就我们军任来讲 不是判断不一样 我们从来就认为他没有放弃武力犯台 只是在什么时机 在什么征后 所以我们所有的准备作为 都是以这个为准备基点 来我们接着 上一次我们传出消息说 大陆要在西沙这个地方做演习 然后呢 新闻上面写说他的目标 可能是设定要夺取东沙岛 对不对 但是老实说西沙这个地方 他的攻守条件 他的地理环境 跟东沙完全都不一样 他为什么在西沙那个地方做演习 要来攻东沙咧 这个我原来看到的资料是日本共同社所做出来的 对 那我们虽然说对他这个所提出来的资料 我们虽然说不尽认同 但是我们会 还是很重视的我们有去做演习 也经过演习了以后 我们在前一段时间 也召集了相关单位 我们做了一些兵推 针对我们现行的一些等于说 结果是什么 你们兵推的结果是什么 不是 我们就侍从他可能会打东沙 我们就做这个兵推 那我们要如何来应处 好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要跟你问的 第一个 他在西沙 模拟攻东沙 老实说有个问题 因为各种条件都不一样 我要问你 是要不会 深东及西 好像是要攻东沙 但是目标真的又是南沙 因为西沙的攻守条件 其实跟南沙比较接近 跟东沙不一样 会不会是深东及西 南沙有没有做准备 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对都研讨过了 好 第一个是要注意他有没有可能深东及西 第二个 汉光演习即将开始 有没有针对东沙 跟南沙的相关的防守 还有富江的计划 有 我请连三次长给你 是委员好 我是作战局计划三部次长 这个基本上来讲 在每次汉光演习的兵棋推演里面 这都是在想定的范围之内 你是说 东沙跟南沙都在我们这次汉光演习的范围里面 每年都有把外离岛这些都纳入想定 然后富江的计划也在这样的一个规划里面 魏江的计划 是的 好那这个是演习 相关的防务工作 我们在那个地方现在的那个 海军有没有要协助海巡在那个地方 加强我们的防务 那委员这我们都在计划之中 都在计划当中 好我想时间有限 今天东沙南沙 可以说是我们这次最 在这个汉光演习当中 要非常重视的地方 那么不管现在在讲说这个军事上面 有没有对台动武的可能 或者说是 我想这个地 东沙南沙也是这次嘛 蔡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 上次有提到 这次却没有提到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各位都是我们 捍卫江土的第一线的将士 能够全力的来 来守护我们的国土 好不好 好谢谢 好谢谢陈仪姓陈委员 各位观念请回 接下来请陈嘉华陈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请副部长 请副部长 总督察 还有总督察长 黄国民黄中将 政治作战局局长 作战级计划参谋次长 还有海军参谋长 好谢谢 我也好 各位好 针对刚刚也提到就是针对这次香港国安法 那中共这边处理完香港 再来就是可能对台湾动武 我想国防部一定要拿出 让国人非常放心的一个所谓的作战计划 或者是准备 我想等一下请国防部回答一下 我先把我的问题先讲完 好谢谢 那第二个就是在 之前我也请问过副部长 就是说有关磐石剑这边 是不是大家都有戴口罩 那我想我在媒体看到副部长说 未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 我想这个是一个 这样的回答就是让人家非常的错愕 我想身为这个国防部 就是协助国防部长的这个长官 我想在相关的这些回答 当然大家之前为什么那么紧张 就是因为如果磐石剑的官兵 未来就是造成整个台湾疫情严重的破口 那国防部的责任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要被指责的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那当然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到现在我们发现没有 幸好没有 但是幸好没有 就是说国防部应该非常庆幸 而不是说用什么 未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 来回应我 所以我个人会做检讨 谢谢委员请 所以就是请副部长这边一定要非常审慎小心 因为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大家在准 大家在看的 好下一张 那有关中海舰的保存 我想这个是第一步就是国防部的这个相关海军军舰就是被民间列入这个文资保存的这个部分 那未来就是说这个有关招标有关废标 我们看到之前本席在上个礼拜有召开记者会 就是说参谋部这边的回答令本席非常的不满意 就是说我想这个海军的这个招标作业也不是今天才有 就是说跟这个厂商的这个合作关系也不是一朝一夕 就是说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延长这个文资保存程序 不要请因为厂商如果愿意配合就是废标的话没有赔偿 我想厂商这边给我们得到的讯息 并不是那么强硬 所以这个部分请部请副部长回去跟那个国防部这边 就是在这个这个废标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尽快来处理 然后让整个文资的处理程序能够让它完成 等一下再一起回答 那另外就是有关这个露营调查的部分 我们得到这个陈起民众揭露 就是说在露营的时候医务新兵或者是一些自愿役的军官 他们要填一个是否认识名义代表或记者 那这样子的这个问这样子的填写表格令人非常的这个不放心 就是说这样子的回答是不是让官兵认为是不是会给予特别的差别待遇 好这个是一个并不是非常妥斥的部分 那另外有关申诉专线的部分这个采实名制 是不是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修改 可以做一些修改 因为这个部分让很多想要申诉的这个部分 的人官兵就是会有一些疑虑 好再来就是针对军事官的体测 我们知道之前在金门金防部有爆发实名军事官这个定期的体测 有造假 我们知道目前的体测是基层年队每个月一次在驻地 还有全国就是有九座体测中心 那可能有造假的部分可能是在官阶里面比较高的一些营队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请那个国防部提供报告 就是说目前有关这个体测的情形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可以有一些问题 那未来是不是有相关的防臂措施 让我们来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敌对势力 就是说对台湾的这个侵犯是有存在的 所以我们国人也希望能够了解国军这边的状况 好那以上几个问题 好那麻烦那个刚刚曾委员提的几个问题 请光不尽数来回复好不好 就书面提供就可以了 不用了就直接书面提供资料 那我们按照主席的财师 就直接书面提供 那我就请那个部长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中海舰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 就是说在这个标的这边 不要让社会大众认为海军对于这个 具有文字保存价值的军舰不可以保 官委员因为这两个都是法 我们按照采购法 因为我5月14号就有缺标 那时候按照规定是7天就要 7天就要签约 本期请回去再跟国防部长官在演议 能够针对废标的部分 能够再做能够延长 这个让文字的程序走完 这部分我们会跟那个厂商再做 那其他需要提供报告的部分 好的是 谢谢我们各位委员各位官员请回 那就谢谢我们的陈委员谢谢你 接下来请吴思怀吴委员 有请副部长 请副部长就背训台 委员好 副部长辛苦了 我想刚才已经有好几位委员问到了 有关年改政策前后不一 我现在秀出两张公文 107年国防部发了一个公文 有关退伍后再任公职的优惠存款 不会取消 这是107年的公文 然后在今年的5月19号 你们又发了一个公文 就是6月1号生效 过两天生效 推伍后 一时领终身凤 再任公职要取消 我想这两个公文 让我们觉得 尤其这批受害的这批人 他的权益受损 我想请问一下 大概有多少人 白市长知不知道 大概有5200多人 好 我们也有这个数据 我想说这个责任归属 政府执政前后要一致 如果前后不一致 应该要给这些权益受损的官兵 给他一个说法 否则我们看看美军的做法 对推伍军人看一看 我们美军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美国 看看他们的就业 退伍之前 对企业有什么免税 有任何奖励 还有可以预知兴奉 那么我们为了募兵制 做这么多的年改 这是不是让我们这些 退伍军人感觉到 是不是 年改之后 扩张战果 继续追杀退伍军人 第二个 我要请问国防部 好好盘整一下 还有多少年改的未爆弹 像这一类 我们前天也请两位来了 86年班女性军事官的问题 在年改过程中被牺牲的少数职类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救济办法 我想请国防部在这一方面 好好地思考一下 这对已退伍的人士气的问题 对未来募兵的招募 请很简短地回答我 可不可以有一些转环的空间 去弥补年改法令不周延 或有疏漏的地方 这个一定会丢弃 这个我们会再做 好 希望副部长的回答 是有具体的进度 第二个我要问 很多委员也问过 就是这几天 我们看到媒体报道 外交部长说 因为香港国安法的问题 说中共可能武力犯台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想刚才我也听到副部长 在我们江启臣委员的回答里面 也说了一些台面上 官样文章的回应 我希望问的是 国防部准备好没有 面对战争的威胁 政府准备好没有 政府的准备不是国防部的事 是整个政府 人民的心理准备好没有 最后外交部的 国际关系的沟通 确认了没有 所以我在这里要严正地呼吁 中国大陆不要轻起战端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也提醒蔡政府 要审慎应对 不要再用这种放话的方式 来贩售芒果干 让恐吓台湾的人民 国防部理所当然要站出来说几句话 因为你是负责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一个单位 所以请国防部审慎面对这件事情 好不好 那么最后我再问一下 有很多造假的文化 是这一段时间 第一个我有四则 请国防部好好处理一下 给我一个完整的书面资讯 一个是 要求易南 陆军司令幕要求易南 在他的官网上按赞 这个事情媒体也披露过 这是一件事 第二个事情 有关造假文化里面 有很多人说 拿的前面这个防疫期间 靠北长官上面都有列出来 要量体温 要登记这些 很多都是造假的 那么第三个更严重的 有关资安的问题 这两天媒体也在报道 那么我们的通知电军 真正是这样子吗 我想政战局应该要了解一下 有没有派人去看一看 这些问题 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后就是刚才 也有委员提到 体能战绩 现在我们所在这里面看到的 造假文化 都是有评有据 虽然我们知道 靠北长官里面 不见得都是真实的 但是我已经 至少四次咨询国防部 希望你们 尤其是政战局 派员去关注一下 那里面有很多 是有具体事实 据本席知道 上一次提出来的 海军的士官杜导长 带了士官去 在防疫期间的 喝酒唱歌 行为不整 国防部回复我的事 查了以后属实 我希望我们 从这里去了解 基层真正的问题 把造假文化改变掉 好 国人才会相信国军 我是爱护国军 不希望再有事 事情发生 请你们多 关注基层的声音 是真的 就查办 不是真的 说明清楚 让官兵不要 以讹传讹 请大家注意这个事情 请转告委员部长 好吗 是的 谢谢委员指导 这几个问题 请查明以后 给本系办公室一个 正式的书面答案 好吧 是的 好 谢谢我们乌自华委员 各位观点请回 就是 把张官 刚刚乌委员提到的资料 就是给我们乌自华委员 跟复制本会一份 好 谢谢 接下来请岳云南业委员 主席好 有请副部长 还有军备局局长 还有军备局局长 还有委员好 副部长好 今天上午我到 这边来登记的时候 看到名单 我吓一跳 副部长退伍啦 副部长退伍啦 副部长退伍 副部长退伍 没有退伍吧 因为这个名单上面 出现的是张哲平先生 不是张哲平上将 这个 让我很担心啦 不过 还好您还在 在 上个星期 这个520 美国送我们一个大礼 就是 宣布说 我们这个鱼雷军售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鱼雷军售 其实在 2017年的时候 我们采购 原来是 预计是46枚 对不对 当时的 要这个 造价说是 543万美元 后来20枚的时候 又说是变成700多块 现在为什么卖了18枚 还要1000万美元 每一个 这个跟我们 现在老百姓 还有我们一般采购的 这个 真正的经验 好像不太相同 我们不是 但是 号称是台美关系 史上最好 那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跟委员报告 其实因为 你之前的资料 我会去再了解 因为我们这次所购买的 这个项目啊 除了一个 Mark 48的蛋体以外 还有包含 这类的 所谓的武器的训练 技术文件的提供 还有技术的协助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会去好好了解 等后续它发架数 来了以后 我们会再法定 呃 这大院规范的法 法院之下 根据我们的需求 我们去 采购我们的项量 是 所以这个 好像是 卖家市场嘛 我们被操资在人 但是 其实 呃 本行因为过去 也在 美国也 也在智库工作过 我知道我们 其实 我们中华民国 在 我们的 呃 军售上面 这就虽然说 我们不是 一直都是买家 我们自己的 这个 这个 国防工业 我们也有一些自主的 请问我们现在 有 有没有一些 国防工业的外销 成果 那我们的 金 金额大概多少 占GDP 比例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外销 嗯 现在我们 国防工业的外销 以生治中心来讲 都是以商用型的为主 是 那中科院有少部分 少部分是用零附件外销为主 是 不是以主体为主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确是有外销吧 少部分的 那我们 以商用为主 以商用为主 对 那我们有没有定定我们成长的目标 这个要看看 国际的需求 主要是看国际的需求 我们就是 就是随着市场的浮动 对对对 市场的机制 但是请问这个局长或副部长 知不知道 其实在联合国现在对于武器买卖 有一个国际公约 叫做 The Arms Trade Treaty 就是 武器买卖国际公约 我们 中华民国 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但是我们有很多都是受这些国际公约的 规范 我们都是预计这个公约的规范来 所以我们的确是有这个规范 是 那不知道 两位知不知道 现在其实中国大陆 其实中国大陆 是国际上 这个军火的大国 他们 有意扩展他们的军备销售版图 还研定了一个叫做 出口管制法草案 我不知道我们国防部 对这个有没有掌握 那这样子的一个 出口管制法 他们的这个扩大军售版图的这样子的计划 对台湾有没有怎么样的影响 我们是否也应该要比照来 订定相关的法律呢 我们 所有的武器出口都是依据 贸易局的贸易法的规定来实施出口 它 所有的出口的限制 区分加以并三种类型的等级乃实施核定 这样子就是我们 其实对于整个装备品 国防的这个出口 我们对于哪些系统关键技术上面 我们都没有一些短中长程的计划 其实我过去 在我的研究范畴里面 我也看过 其实 但是连当年郝博春在担任这个参谋总长的时候 他也会向这个李登辉总统报告 有一个这样子的计划 短中长程 是规划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 我们有吗 我想那个叶委员不好意思 事情已经到了 是 能不能就请这个 刚刚叶委员提的这个问题 请我们国防部 后续用书面来回复 方要复制本会 好 也特别要提醒国防部 对于国防工业的技术 我们保密防碟很重要 因为我们连总统府都被害了 谢谢 好 谢谢我们叶宜兰叶委员 好 各位官员请回 接下来请刘思宜芳刘委员 谢谢 谢谢赵伟 我想请我们张副部长 还有 督察长 黄国明忠将 还有副察长 还有东西市的曹忠将 还有海军参谋长 以及中科院的张忠诚先生 还有东西市的曹忠将 等等 我也好 部长 您在前两天有提到说 上次这个磐石舰的部分 染疫没有了不起的错 我想请教一下 当时被调职的两位 包括陈道辉 还有包括舰指部 是不是两位会回复原职 不再记任何过错 不是 我说没犯的这个 主要是针对他们在舰上 执行任务期间 在防御座位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 好 那我问一下董察长 真的因为这件事情 不是由你来做最后的决定 杜察长你也认为张副部长讲了没有 张副部长讲了没有错是吗 在舰上 海军官兵在舰上做的防御座位 的确是没有很大的 对案规定做了这样解释 但是有些官兵的确是有点偷懒 或者输了这是有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惩处 或者查处的部分 是不是海军会继续查处 还是就不了了之 会在调查报告结束以后 我们就会做一个整体的查处 我要跟张副部长报告 因为在4月19号的时候 我自己这是我的选区 大家都知道我跟大家讲说 这是里长告诉我说 有些官兵不到七天的时间就趴趴走 结果我们海军的这个登陆舰队也好 或者是舰纸部马上跟我讲说 根本没有架梯怎么下船 这给我打脸 但目前为止海军也好 或是国防部没有跟我道歉一下 我说的是事实 副部长您怎么看待这个事 这个海军还是很高 副部长你是讲说他4月19号 靠泊港口的时候 对 其实那个时间 其实当初我们做人员反弹的时候 确实是他们回答是 那时候那个踢口都没有做成 其实人是下不来的 但是还是有人下船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是我们的里长说谎呢 还是我们的舰上的官兵有人说谎 那现在因为在5月11号 那个敦牧师队任务官兵 他们也解除了自主管理 相关的监视器 还有相关的一些文件 我们都已经收整 所以这个我们会再去比对 到时候会把比对的情况 我们会跟委员报告 好 一定要给我一份好吗 否则我觉得说没有事实根据的话 我没有事实根据 但是我听里长是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希望海军能够厘清清楚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关系到我们自己 国防部自己本身的官征 还有我们自己在管理我们这个官兵的时候 到底我们说谎话 这件事情蛮重要 好吗 那海军先请回没关系 那再来我就请教一下 这两天也真提到说有关汉官兵推 那个办中国网军的人在演习后呢 被5个军事官被刺探秘密罪来 那个 刚刚有听到很多部分 调查局已经有澄清了 说没有用共谍罪来办 那副部长也提到说会帮这5个军事官呢 来请那个比较好的律师 到法庭上面呢 或是到检察官那边的时候 会做比较好的辩护 可是 调查局好像亦有所指说 不是只有这样子耶 国军的人资系统 连续三年遭到内鬼入侵 而且承办人士 业务的是事官盗用长官的账立 而且牵涉到了还是有 好几百人的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部门 杜察长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调查局好像是专门在给我们为难是不是 不理我们的话 不管说这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自己内网出了问题 我等下再来问通知 我先问一下杜察长 你晓不晓这个事情 你晓不晓这个事情 这个我是看完新闻才看到的 你看完新闻才看到 那表示你没有follow 这个事情如果立委那么多人都在追踪的话 你没有弄清楚就会出问题 好吗 我给你时间 让你可以做一下 比较好的那个再给我回报 好不好 好来那通知室的这个中将 您来回答一下 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国军内部的 第一个机密资料被害的问题 还是内网设备有问题 还是人员的问题 我现在讲的完全不是这个网路里面的 反害或是害的问题 而是我们自己内部管理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么不同的声音 连调查局都觉得说我们自己国军内部的内网都可以被侵入 包委员我简单的回答 其实这个不是说网路被害或是被攻破 有破口的问题 因为他们这次做的这个工忙演练 是我们直通电军按照我们的演练计划 在我们军网内部自己做的这个模拟演练 是那我再跟你打打断一下 那军网内部做的演练 为什么被调查局把它变成是用刺探国防秘密罪来 来那个追诉呢 这是刑法第111条 还有358跟361 妨害电脑使用 就表示里面仍然有我们必须要检讨的空间好吗 因为我知道这个招伟大很遵守时间 我就不再给你们多做为难 但是 包委员可不可以一句话 一句话就好 确实我们在演习期间所有的演练 这个是正常合法的 但是现在调查局查的是 疑似有在非演习期间的非法取得不正当的 所以是案外案 应该是两个部分 所以是案外案 我告诉你 从头到尾 我从一整天我在听你们对立委的回应 你就没有讲到有案外案 那案外案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就看调查局 或者你们调查的结果再跟我们报告 我就不跟你为难好吗 好谢谢 谢谢几位 谢谢 好谢谢我们刘师范刘委员 各位观音请回 接下来请洪梦凯洪委员 好主席谢谢麻烦请我们张副部长 来请副部长就贝俊泰 我直接把握时间 一样 刚刚委员有提到是说上个礼拜 我们在美国这边有讲到MK48的这些鱼雷的部分 要再出售我们1.8亿美金 折合1枚是1000万美金左右 那跟2017年我们采购的24枚以及4枚的练习用 相较成本来讲等于是每枚平均高了将近一倍的价钱 那您在上礼拜也有提高是说这个有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嘛 但重点在于是说这个价钱的部分增加了 那您刚刚有提到一个回答是说为什么这次增加 是因为它有包含是使用教学是不是 对它包含训练技术文件 那我请教2017年的这一批24枚跟4枚练习用没有包含技术文件跟使用吗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说因为2017年他所有说我们去报教长内涵 它报来是只报蛋体还是有包含全部 所以2017年我们采购了24枚加4枚练习用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办法使用是这意思吗 报委员那个您可能误会我们副长的意思 先跟委员报委一下 这是美方提出来的金额是1.81是没错的 但是它正式的发架书还没有给我们 我们要看它正式发架书里面我们要捡到的向量 那我们会原则上会再 所以我们可以之后再去讨价还要 针对我们需要的向量 不需要的向量我们是可以剔除掉 那如果说最后好这样子讲 就说美方因为现在蔡英文总统也讲了 这520的一个鹤林媒体都报导了 美方也说要授予我们18枚的这个鱼雷 如果到最后我们真的就像你刚讲的 不知道这项目是多少嘛 但是现在总价是1.8亿美金嘛 如果到最后美国就是说 项目跟2017年是一致的 就是要卖你1.8亿 我们可以讲不买吗 不是 报委员不是这样讲 不是 我现在只是请教 对没有错 我这些都是专业的部分我不干涉 因为这个后续要去谈判 或者说看那个报价嘛 但重点在于说 现在美方这边也传出这个讯息 然后还有就是说 蔡英文总统520这边都已经讲了 如果说到最后美方那边就是讲说 我18枚就要卖你1.8亿 没得寒扣 我们可以讲不买吗 报委员 它是整个的一个包装 package是1.8亿 package是1.8亿 这个包装 我们删除 对就是 就像买车配备嘛 就有分豪华型 还是什么自由型 基本型嘛 如果说到最后 我现在就是以最基础的 就是说如果到最后 这基本型跟2017年也是一致的 但是他就讲是说 因为现在物资上涨 因为现在疫情严峻 现在美国经济也不好 所以就是一枚 一千万美金 1.8亿就是要买单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选项叫做不买 因为我以为你误会那1.8亿的意思 我没有误会 他就不能向你简化说 一枚就是一千万 不是这样子 现在的美 就跟人家卖东西有吗 张副部长 我现在请教啦 为什么我会这么询问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现在媒体以及民众 两千万关注的一个焦点 防御和平稳定 区域和平稳定 我没有意见 我也认为是说 我们要有足够的这个武力去捍卫我们国土安全 这个我都支持 但重点在于是说 现在传出来 2017年24枚加4枚的练习用 总共造价就是这个费用 那现在加18枚却高出了成本将近一倍 当然我们会怕是说我们台湾会被变成冤大头嘛 那我只请教是说 如果到最后真的这个造价是比2017年的一枚平均单价500多万600万美金还要来的贵将近一倍的话 我们有没有一个选项是不满 我们能不能跟美国讲说我们现在24枚够用 我们可不可以缓一下两年后五年后再来说 我们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拒绝的能力 对 有拒绝的能力 那这样就好 那再来请教这个鱼雷的使用年限是多少 大概30年以上 30年以上 那请教我们现在2017年24枚以及4枚的练习用 这可能是军事机密啦 您这边不一定回答 但我请教 是不是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正式的发射过 目前没有 没有嘛 好 因为我现在有查相关的一个讯息 就是2003年有正式的涉及这个时代 那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些部分 其实虚虚实实啦 我们也不要让这个外界知道说 我们到底还有多少 或者说有没有发射 但是重点在于是 您刚刚有提到 一个余梅是可以30年 所以 换句话讲我们现在24枚的实弹跟4枚的练习用 能不能 等它过期了之后 我们再来考虑再买这18枚 抱怨这个不是这种简单的数学算法 不是那么简单的数学嘛 但是每一枚都是 七一的费用啊 所以我还是提醒 当用则用 当舍则审 把钱花在刀口上 而不是说我们 美方提出的所有 这个物资我们都照单全收 因为重点在于是 我们要捍卫台海安全 捍卫中华民国安全 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 这样可以吗 好 谢谢委员 谢谢主席还有同仁 我们请我们的副部长 谢谢 好 请副部长就背训台 我也好 等我一下 副部长 副部长想就教一下 关于我们自通点军是 在三年前由小英总统成立嘛 那它是隶属于国防部的参谋本部 那我看了今天的质询之后 想请教一下 第一个 到底有没有完成所谓的行政调查 有完成行政调查 那完成行政调查之后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结果情况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所得知的资讯里面 情况都是正常的 都是一个演习的行为 再说一次好吗 你们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委员好 我是通刺市次长曹敬平 我来补充报告 那我们的行政调查发现呢 在我们演习计划所颁布的范围里面 他们有按规定来执行 那这几位同仁他们的演习成效也很好 我们也给他做了这个行政的奖励 那这次调查局所提出来的 仪式有在非演习期间做的其他的这个 仪式有设法部分 这个我们就不便表达 有完成行政调查 那结果 他们是不是共军派来的阿共啊 是吗 报告不是 报告不是 然后他们有 呃 泄露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资料等等吗 有没有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也没有嘛 那你们完成行政调查之后 那为什么还要走 要去走这个司法途径 浪费司法资源呢 整件事情最离谱的事情是 他是2017年发生的 他当时还技工 还当做这个资安楷模 甚至当时到了隔月 他们也好心的去帮这些受检测的单位 这些本来就是他要去 去补这些资安的漏洞嘛 那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浪费司法资源呢 报告委员 媒体报导的并不是事实 那 第一个呢 那什么是事实 这几位同仁不是国防部来移送的 那他们在演习表现 他们是被国防部内部去做检举嘛 不是这样的 那是从哪里来 那你们国防部外界还有人知道 你们在做这些 哇那这样更恐怖耶 所以是中共检举的吗 包委员不是的 那是检举 那你们调查局也来 那整件事情更 罗生门更恐怖了耶 倒倒也不是 来 请说明 这个整个案子原刑呢 是在107年的时候 调查局在侦办其他案件的时候 他衍生出来 发现说可能有疑似 这样的资料外泄的现象 所以来做立案的调查 那其他的细节呢 因为在司法调查程序里面 我们就不便再多做表达 所以请教一下 我们既然行政调查已经被完成 那他们哪里不对了 应该是这么说吧委员 他在我们颁布的议计划里面 为什么会讲行政调查很重要 因为不管是调查局 还是现在后续要走司法途径 你们的行政调查是最重要的吗 是 那他们哪里有问题了 在我们行政调查可以看得到的范围呢 就是按照演习计划演练的部分 他们做的是有成效的 我们也给他奖励 但是在其他不合法的程序部分呢 因为这是在司法调查部分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那哪里不合法 呃 这个是司法调查 这不是司法调查 现在就要讲清楚 你们不要用这个来唐塞 那你今天我现在 你就之后都不要有媒体 再突然写出什么东西了 那我就要跟你们就责 你们就泄密啊 你们被人家刺探啊 被人家搜集啊 那我也要去检举你啊 依据那个调查局的新闻稿 他上面所说的是 他怀疑这些人 这有在非我们演习期间 他失智去做一些所谓 呃 那个 侦测的行为 不明侦测的行为 那这样 那这一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是看 那个调查局的那个 所谓的新闻稿 后续这些当然是由司法单位来侦查 我们这些资安战士平常时期 你们就会交付任务嘛 对不对 那他们就要去补这些资安的漏洞嘛 资安漏洞是244个小时 每一天都在运作的啊 对 那他们合作之有 你们现在 国防部本部也不停我们这些人 我不太懂欸 那这些 国家训练出来的人才 那真的照说出事了 一毛钱的终身奉领不到 最可 还有可能会有五年的这个刑期 然后现在被安上一个 这个什么 内乱外患罪 哇 请说明 外患内患罪 今天刚刚委员 其实我们也知道 他是以刺探拘密资料 还有一个违反电脑使用罪 对 那你们的行政调查都说 没事 那 现在司法说有事 那我们的行政调查不确实 是这样吗 包委员不是这样 我们的行政调查是不确实的 有 要按摩东西 包委员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说 我们非常确定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非常确定 对啊你们的行政调查 案外案 我们所报告的内容是说 在演习计划范围里面 我点出一个重点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这些自安的战事 变成所谓的斗争的牺牲品 我们当然也不希望 包委员即使是 即使是非常有专业才能的人 如果万一他真的有涉及不法 我们还是误防 那涉及成 你们的行政调查说 没有 没有不法 他们在执行任务 哇 那也 重点是他 也没有 做所谓的把这些资料 交付给敌军等等的 那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成立呢 我想说这是调查局主动移送嘛 现在检调他们已经在做侦办了 我想我们静待那个所谓的侦办的结果 我也讲说这些优秀的干部 他们在整个争论期间 如果需要我们司法的协助 我们会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 还有法律帮他做个辩护 那到底问题是什么呢 你们到现在还是不讲清楚啊 我们一直在绕 那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疑似在非演习是什么 就是疑似在非演习期间 他做了一些 就可能就是 那但是这些自通电 本来就是要找漏洞 这是他们工作本职啊 不是 因为今天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说他有没有被授权 就是说刚才讲说如果说有计划 有演习规范 那当然是在按了演习之后 因为这有核定 第二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有没有被授权去做这个事 他如果没有被授权 那当然是有预约的一些疑虑 那他在哪里没有被授权 你们自己的行政调查又说没事 对没事 对啊你这样的逻辑很奇怪耶 你说哦 你们的行政调查 他有问题 有违法 那当然 你们就直接做懲处 也不用浪费司法资源 那现在他没有授权 有违法 那也不用走司法途径啊 所以我讲 那条路径都不太对近啊 不是所以我跟委员讲说 对 这个不是我们 那倒是你现在告诉我 你们的行政调查是 当时候就造假 抱怨这个不是我们移送的 那没有我在讲的是 我在讲的是你们的行政调查 你刚刚说 对 你们刚刚可能在 短短的一个小时内 把所有的行政调查完成了吧 我在想啦 因为一开始没有 到现在又变有 那所以你们的行政调查 是造假 吗 不是 那不是那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我们都有去做查查啦 对 你们查查之后 说没事嘛 那你又说 在司法有事 在国防部 没事 那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就 所以我讲说 这是他们政查不公开嘛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调查局 那无涉及政查不公开与否 我们今天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公开透明 把他讲清楚 那你们是否 我今天的指控一 我怀疑 我们的行政调查就是造假 那第二件事情 你们严重的浪费司法资源 第三件事情 自动电军 本职就是要去找这些漏洞 他们随时都是有授权还是没授权 那最后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占一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决定怎么下下来的 什么决定 这个决定 当时候行政调查 乃至于说 这些人 他们要去进行演习 这些决定 那乃至移送 还有对这些 所谓的司法机关 司法单位 你们的这些决定说 你们有送出去文件的这些决定 是谁是主责的 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 第一个我 张文一直强调说 他没有到你们布本部 对不对 都是在 都是在参谋本部这边运作 也没有报到布本部 对不对 不是 这都不是 你要bypass我们 部本部 这个不是我们移送的 不管是参谋本部 或是部本部 都不是我们 那个国王部移送的 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们行政调查的结果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至于说 为什么他们要送出去 他们是不是有看到一些 其他认为是 不合法的事情 他们要起初做侦办 那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只能尊重司法单位 我只能最后一个结论 对 我们应该要信任我们的国君 那当然 我们应该要保护这些小兵 我们应该要确认他们的工作内容跟执掌是什么 这就是他们要补资安漏洞 那最后一个 我不期 我不希望 我也很痛心 如果是事实的话 他们无罪 那他们可能就变成我们斗争的牺牲品 这是我最不乐见的 谢谢 谢谢委员知道 好 谢谢何志伟和委员 各位官员请回 接下来请鲁明哲委员 鲁明哲委员 鲁明哲委员不在 邱显志伟委员 鲁明哲委员 鲁明哲委员 好 好 那主席我想请光布张副部长 來 請副部長就備訊台 欸 我也好 欸 副部長早 副部長 在這個2019年9月啦 這個9月26號開始 發生了這個謝信宗氏的這個智商案之後 269旅一共有三件嘛 那這個事情國人也非常關心 那你看這個蔡總統在520的這個總統就職的時候 也提到說 不要因為制度的不周全 影響了社會對軍隊的這個觀感 那我首先要問你就是說 這個9月26號啊 你看現在都已經5月底了 到底這個謝信宗氏啊 他現在這個狀況 那到底有沒有調查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給他一個交代 5月好 對 因為5月15號的時候人家還去監察院嘛 對 對不對 那你現在這個調查報告也還沒出來嘛 對不對 跟官委員報告 那個就是 謝信宗氏的調查報告 目前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就對了 在成河當中 讓警衛移給檢調 好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黃信宗衛啦 那副部長你知道說 他到現在還沒有下葬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知道嗎 那你知道為什麼沒有下葬嗎 那你知道為什麼沒有下葬嗎 家裡可能對軍中的一些調查跟組織還有疑慮 對啊 所以現在家屬已經從這個4月16號等到現在了 那家屬也在等待軍方給他一個交代 讓他的孩子可以安心的走嘛 那我要問你就是說 那你看像 那你看像 這樣的一些 家屬所提出的疑問啦 一個就是說 接任廠長的時候 他去 擔任廠長 那有沒有一個移交清澈 你知道嗎 答案是沒有啊 就是說人家一般 不管是在這裡的公務員 的這個交接也至少要有一個移交清澈嘛 所以我才說這個才會衍生到後來 為什麼會一二再再三一直去買東西 那第二個就是說 凌晨兩三點回到那個寢室 昨天也去那個寢室 那這個他的林彬怎麼說 你知道嗎 就是兩三點才回來啊 這其實非常清楚嘛 那為什麼可以工作到兩三點 到底是發生什麼狀況 那第三個就是說 案發當天啊 處理長開會有沒有標罵他 說黃仲衛什麼樣鳥樣子 你知道嗎 他的這個語氣上面 是有這個責難的 對啊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子 然後在第四個就是說 杜導長召開檢討會的時候 到底是誰跟他說不用來了 就是當天啊 你知道嗎 你知道當天有誰跟他講說不用來了 讓他壓力更大嗎 因為他在下午中正堂內死亡嗎 是連長 對 那時候通知他一直通知不到 對 就轉 就轉 那個其他通知人說 通知到他就說不用 那誰誰去通知他 最後跟他是跟誰對話 你知道嗎 想見的名字 這個就是要再去追查啦 或者人家 就是說也是很希望說 軍方能夠給他一個交代嘛 一個完整的交代 那我現在 讓你看一下 事實上家屬也得到很多的 他的軍中同袍的資訊 那我就搞不懂說 為什麼 這些同袍都沒有辦法 也不敢跟國防部 這個講真話 你聽一下 沒辦法放 因為這個就是說 同袍一直在給家屬資訊嘛 那我現在就是說 奇怪了 為什麼這個體制內 不能夠讓他說真話 然後不能夠讓他把事實的真相呈現出來 應該是說你們要鼓勵這些他的同袍 可以去講真話嘛 好你看 他的這個同袍啦 那他這樣講 如果我死的話 一定手上留什麼樣的資料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要更努力的去鼓勵 這個資料內情的人 可以把這個 內情透透出來嘛 好 不然的話 說實在的 那這樣一天一天過了 好 那現在還在兵力館耶 是不是 那我再問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 你看 下一個 邱文不好意思時間已經到了 好 等一下 那個主題我再一分鐘啦 就是說 今天啦 你可以看到 昨天這個狀況就是說 他去買了這個糧龜嘛 齁 那你知道那個狀況就是說 爸爸 自己到那個保養廠裡面的時候 去找出 五把 他們去買的這個糧龜 齁 齁 那他為什麼知道這個糧龜 因為這個糧龜在台北 三十六家的保養廠裡面都買不到 那這種糧龜 竟然是要在美國才買得到啦 你知道嗎 人家上網在亞利桑那州 去買這個糧龜 齁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扯的就是說 為什麼一個保養廠的廠長 齁 然後應該要去做這個採購工作 那我要講的是說 齁 你即便讓他去買這個糧龜齁 齁 齁 然後他自己出錢 這已經很不對的行為了對不對 齁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要徹底的去檢討 你自己看嘛 事實上是不是說一定要去買這個 當然不是啊 你的這個規定裡面你看他這1300也是他要自己買 那是不是一定要買 不是因為你有一個國軍向大賣場辦理小額採購作業規定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就說你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搞到最後的結果是人家家屬去你的營區裡面 指認說這個就是我買的為什麼 因為這是新的餅 那他為什麼知道說這兩把鐵錘 或者是說這個糧龜是他買的 因為連這個工具箱都是他買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真的要徹底的檢討 否則的話 你去當保養廠的廠長 你要負責所有的這個東西的採購 那他壓力有多大 那最後再講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你這個作業是顛倒耶 在民間沒有人要這樣做 你看這個 9月17號擔任二級廠的廠長對不對 齁 11月19號的時候才去受訓 副部長你不覺得這很怪嗎 應該是先受訓 之後再去當廠長嗎 怎麼會先讓他去當廠長 然後再去受訓 對不對 他再來 受訓才幾天 五天耶 天啊 你在將心比心嘛 現在你跟我去受訓五天 有辦法去處理這個事情 你看 你五天之後當廠長 你看他要去領帶什麼 他要帶兵 他補給的 兵器的通訓的 這才就是總統講的你的制度的管理要檢討嘛 他去擔任那個職務對不對 之前是不是就應該受這個二級廠管理班的受訓 結果你是倒過來 他先當這個職務之後 9月17號擔任廠長嘛 11月19號他才去受訓 倒過來啦 對不對 現在我們已經做一個制度 這個我們會做檢討 對啦這個要檢討 那另外一個你看一下 你這個 邱委員不好意思 你已經用了太多時間 好 不好意思 最後這一題 邱委員 邱委員你也尊重我的主席的職務 好 因為我已經讓你講很久了 我想實驗到這邊就好了 好 那副主長這個真的是 就剛才邱委員所提的問題 希望給人家一個交代啦 好 那我想再確認剛才邱委員問的一個問題 之前上次我們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中衛的這個案子的報告 國王部當時在講5月27號 5月27號提出來嘛 對不對 5月31號 那提出來之後 記得當時我們有提出要求 要所提出來的報告 交給本委員會 那邱委員有特別要求 也一份給邱請志邱委員 好 謝謝 謝謝邱委員 好 接下來請高嘉瑜高委員 謝謝主席 那請副部長謝謝 請副部長叫貝群台 這個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 是不是 曹靖平中將 也麻煩一下喔 因為大家今天都有在關心 關於這個支通電軍 最近這個事情 那大家疑惑就是說 這件事情 看起來不是我們國防部去報案的 而是調查局直接來偵辦的 那目前看起來調查局是認為說 這些人在非演習期間 還持續的有在入侵國防部的電腦 而且下載了這個高層的降臨的資料 但是國防部的說法是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國防部到底有沒有資料被竊取跟下載 委員好 我是通刺市次長曹靖平 道遠我們並不是說沒有資料被下載 他們確實是有部分不合法的行為 那我們所表達的是說 這因為已經到達司法的程序裡面去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多做表達 但是呢 所有的網路環境漏洞都已經補好了 那所有的這個 所以現在事實是在非演習期間 還有非法的入侵 然後資料下載跟竊取的形勢 是不是這樣 按照調查局的新聞稿 可能是有這樣的情形 不是可能 而是國防部自己知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 我們有做過調查 但是因為是司法 所以我們就不再多做表達 所以國防部如果有資料被下載被竊取 自己不知道卻是調查局來告訴你們 這樣國防部有沒有責任 今天我不是針對這個案件 而是國防部怎麼會後知後覺到這個程度 在演習期間之外 這麼重要的國防機密相關的資料 持續的被竊取被下載 我們還不知道嗎 我們是不是等那個真正偵查結束以後 我們現在調查是都沒有 但是你們看到報紙說是有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等 對嗎 所以我要釐清的事實就是 到底有沒有 這是一個重點 國防部能不能告訴我們 到底有沒有被入侵 到底資料有沒有被竊取跟下載 那如果今天調查局認為有 國防部到現在還認為沒有 那國防部的問題就在於說 你們連自己資料被下載都不知道 那如果你們也認為說確實有這件事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怎麼有這件事你們也不知道 還要調查局來告訴你們 你們才知道 所以不論有或沒有 國防部你們都有很大的問題 難辭其咎 所以今天要追究的就是 國防部對這整件事情 掌握的程度到底到哪裡 我分兩個部分來報告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不是所謂的網路入侵 因為它這是我們內部自己 訂定計畫的工房演練 所以不是所謂的駭客入侵 這在我軍網環境裡面做的演練 這是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報告就是 沒有所謂的機密資料外洩 或是有其他交部 到目前為止查證都沒有 那他們確實呢 有使用了這個不當的權限 去進入到其他資料庫去看 那詳細情況 我們是近代司法調查 所以就是有嘛 有到其他的資料庫去 然後沒有在我們的演習期間 還持續的發生這樣子的行為 那你們現在是說沒有資料被下載 但是還有其他的行為 但是國防部到底知不知道 今天的問題就在於說 當我們這些演習已經結束之後 持續駭客入侵的行為 不管今天是不是我們的士兵所為 我們擔憂的是 就算今天不是我們的士兵 而是其他真正的 來自於中國的網軍 等等的駭客的入侵的時候 我們到底有沒有掌握 我們擔心的是連這個國防部 都沒有辦法掌握 這個可能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包委員請如果再很快的表達 我再次說明就是 他是我們軍王內部自己定的計畫來做演練 不是外部入侵 所以不會有像委員講的那個從外部 現在就是說軍王演練已經結束了 還持續有這樣子的行為 而持續有這樣子的行為的時候 國防部的態度 跟國防部對這整件事情 到底掌握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其中之一 那如果連這樣的事情 國防部都沒有掌握 那更何況是外部的 有計畫的駭客 這個才是問題啊 所以我今天不管的是調查局 到底調查到什麼程度 而是國防部對這幾件事情 如果覺得說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自己平常的演練 就是沒事 也沒有資料被下載 所以你們覺得一切就是很正常 沒有問題 是這樣子嗎 國防部目前對整件事情的態度是這樣 是不是 那如果調查局到時候偵辦出來 是有問題的 那國防部你今天在這裡說的話 不就打臉自己嗎 包委我還是要再次說明就是 在我們演練計畫範圍裡面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正常合法的 那現在看起來是疑似有其他 在演練計畫以外的行為 這個其實我們也有掌握 但是不便再多做說明 因為在司法調查程序當中 非常謝謝我們高教育高委員 我想後續的部分 就請我們儘速提供 除了 不過剛剛高教育高委員問的問題 也是剛剛許多委員都提到的 這個案子是調查局現在正在偵辦嗎 對不對 是國防部移送 還是調查局主動偵辦的 調查局偵辦的 所以國防部被你們移送以上的案子 對不對 好OK 非常清楚了 非常清楚了 好謝謝我們高教育高委員 你的問題已經幫你問好了 好 謝謝各位官員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口文及康委員 來請副部長跟次長 陳曉民次長咧 從剛剛在這邊看到他的人 總監浪槓是不是 我也好 好 那個 這個四年前 當那個蔡英文總統上任的時候 美國總統川普打了一通電話 跟他道客 那個道客就說 台灣這個經濟能力那麼強 跟我們美國買武器都可以買幾千億 既然為了我打這一通電話呢 中共就在那邊跳腳 還記得這件事情吧 我印象很深 就稱讚說我們台灣啊 購買美國的武器啊 我們是非常有能力的 那然後我打這一通電話 跟蔡英文總統道客 那你中共就在那邊跳腳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了 所以我們跟那個美國啊 購買武器啊 這個川普是非常的稱讚 最近是買了這個什麼儀雷是吧 是 儀雷1.8億18枚嘛 那買這個儀雷是有什麼功用沒有 它是針對人的潛艦跟水面艦可以做攻擊 對 那在未來 就是說你知道今年年底 美國總統大選 對 十一月 十一月嘛 美國總統大選 我們現在國防部 有沒有還要再跟美國購買武器的計劃 這個我們購買武器是一直按照我們的建軍 的五年兵展是一直持續在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購買美國武器跟美國的總統大選都很有關係啦 非常有關係 應該你們也很清楚 以前那個美國杜魯門總統選那個參選連任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支持他 但是偏偏他選上了 還有雷根總統布希總統 對於美國德州的那個什麼 這個飛機啊 一次買了150架 還記得吧 那這個都對美國總統大選都有正效的 那我們今天要表示對美國總統川普 對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支持 搞不好今年底 年底有什麼大的購買武器的計劃 你現在知道的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潘委員不好意思啊 這件事情不變在會議上 那一定是有準備啊 你有需要的話我到辦公室跟你說明 我隨便問一下 要國防部要做一個超前部署嗎 那對於無人機 MQ-9死神無人機 有沒有年底前有沒有提出這個計劃 不會 年底前不會 有沒有 你老實講有沒有就好了 目前沒有看到這個計劃 年底以前不會提這個計劃嗎 年底我是不知道 但是目前我這邊手邊沒有 目前沒有我說年底以前 這個我沒辦法跟委員做說明 美國總統大選以前 因為這個軍售MQ死神無人機 軍售市價 大概要90到120億元 美金喔 但是我們自己要研發的話 可能要260多億 所以人家說你超前部署 你乾脆 就買美軍的無人機就好啦 因為我們一架的造價呢 我們如果買美軍的話呢 大概只有20多億 只有22連5億到30億 價位的 銀騰無人機 所以我隨便提這個 那你今天跟我講說沒有 但是在11月以前 美國總統大選以前 搞不好就提出了一個 採購這個無人機的這樣的一個計劃 應該不會了 報告委員 就我們目前的建案程序來看的話 年底這個時間應該不會 我是覺得一定會有大量的採買啦 因為要對川普表示感謝嘛 那最後30秒鐘 主席 各位問一下中將次長陳中將 上一次我在這邊質詢 有一位不農族的上衛 這個麥軍偉上衛 他服役了18年 剩下兩年就要退休了 那你們提早叫他退休 那這個案子 現在我們要怎麼處理 這我請陸軍來答覆好不好 我是這樣啦 不用答覆啦 我是希望說陸軍啊 寬待一下我們原住民的軍員好不好 還有兩年就要退休 他又有四個子女 三次我不是在這邊質詢嗎 那是公委員報告 陸軍常委長報告 那上一次我們在這個回答的時候 我們回去再去這個 確實的去跟那個麥三位 去確認一些事情 第一個當然他的這個 我想這樣啦 我不想這樣 我不想這樣用委員會時間了 你是不是可以能夠抓案處理這個事情 好不好 是是是 我們在這個 書面答覆已經 向委員報告 知道啦 在抓案處理書面答覆 我看 感謝我們孔文基空委員 我想剛剛陸軍常報講說 他指引員資格不符規定不符的關係 我想孔文基空委員 關心的再盡數來處理 好 謝謝孔文基空委員 然後也謝謝各位官員請回 接下來請 林思民林委員 林思民林委員 林 cooks民並不等一下 林遜現林委員 林俊宣林委員 林俊宣林委員 張棋鹿張委員 張棋鹿張委員 廖改良委員不在 劉兆豪委員 劉兆豪委員 劉兆豪委員不在 没有了吗 好 已登记咨询的委员出不在场外均催发言完毕 报告及巡答结束 本日的会议有鲁明泽跟刘四方等 提书面咨询 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回复 本日委员口头咨询 来不及答复的部分会要求补充资料 请议者一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回复 另外本次讨论是向处理院会交付109年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防部主管预算解冻案提出书面报告 并经同一时的动机有28案 国防部已经将书面报告提出本会 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同意了 同意动机并提报院会 好上会 那主席再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的另外一场 是我们调业小组的会议 所以我们休息5分钟 在...看一下 12点25分的时候开会 对 对 你部长是什么 会议通人单写的就是我要来 我知道啊 那边部长跟我说他不行来啊 所以我问他部长为什么不能来 这个... 不过今天部长参加院会 行政院的院会 书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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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会是礼拜四早上 就这会上午 这会上午 是每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 三十五圈台 所以每个礼拜四早上你们都不能来咯 也不能这样说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